第4581章苏绝尘 既天行深知 喜元星成平十万年 向来没有大的争端和战事 次大神殿也一直很平静 子民们都处于非常悠闲的状态 并无居安思维和备战的想法 所以 不管空明神殿还是上清神殿 都不怎么举行比武选拔之类的活动 三山城的子民们在交谈时 也提到了这一点 上清神殿已经有近万年 没有举行过这种活动了 突然来一场精英神王选拔大会 肯定有很重要的事 既天行又结合很多资讯 努力分析和揣测 却也推测不出真相和原因 毕竟 三山城的百姓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在议论和揣测 他只能猜测 这场精英选拔大会 有可能与修罗神帝的出现有关 不管这场精英选拔大会 是不是跟修罗神帝有关 既天行本着谨慎的态度 决定好好调查一下 正好消息才传开几天时间 三山城里的荒族子民们都在热议这件事 许多中尉神王和上尉神王们都摩拳擦掌 表现得颇为兴奋和期待 都想参加选拔 成为那一百名精英之一 既天行想调查这件事的真相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潜入三山堂的总部 擎获堂主和副堂主 练化其神魂技艺 便有可能知晓真相 要么就是假扮精锐的荒族神王 参加精英选拔大会 他思来想去 前者虽然更直接有效 但也有很大的风险 毕竟 他一旦出手杀掉三山堂主或副堂主 不管他能否调查到真相 都会引起三山堂的混乱和戒备 还会跟上清神殿结仇 在空明神殿的遭遇 让他不得不谨慎行事 能不与对方结仇 还是不要轻易出手 毕竟 四大神殿没一个好惹的 他来上清神殿是为了找修罗神帝报仇 可不是跟上清神殿开战的 于是 既天行决定执行第二个方案 假扮荒族的精锐神王 去参加精英选拔 只可惜他是人族 即便他用什么秘法卫装成荒族 还是有可能被巅峰神王镜的强者看穿 而三山堂的堂主和副堂主 正是两位巅峰神王 最稳妥的办法 还是他惯用的手段 夺舍 既天行打定了主意 准备在三山城中 挑选一名合适的青年神王下手 夺舍对方 不过 他在三山城里搜寻了一整天 也没找到合适的目标 那些踊跃报名参加选拔 且实力达到了上位神王之境的荒族子民 基本都有很多亲朋好友 既天行贸然夺舍他们 有泄露身份 被看出端倪的风险 思来想去 他想起三山堂还有六七万子民 是居住在城外 散落在无边山野之间 那些来自小镇 村庄里的荒族神王们 身份会更保密一些 至少他躲舍对方之后 在三山城里抛头露面 也不容易被看穿 第三天的夜里 月黑风高 既天行悄然出了三山城 埋伏在城门外万里远处 险藏在一座山峰内 但凡城外的精锐神王们 进入三山城 这里就是必经之路 他躲在山峰里等待 并观察路过的荒族子民 结果 一整天过去了 只有三拨采集资源和矿外的护卫们 成群结队地返回三山城 他又耐心低等了几个时辰 总算等到一个落单的荒族青年 从远处飞驰而来 那是个身高仗于 外形魁梧英俊的荒族青年 不仅有着自信的气势 还有着神王晋八重的实力 看到这个荒族青年一面飞驰而来 直奔三山城而去 祭天行的眼睛顿时亮了 就是你了 下一杀 他释放出无形的天地神力 悄无声席地封锁了方圆千里 紧接着 一股强横无匹的神势冲击爆发开来 犹如无形的利剑刺向那位荒族青年 可怜那的高大魁梧的荒族青年 空有神王晋八重的实力 却连一钉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就被无形的神势利剑打晕了 尽管在昏迷前的那一杀 他已经生出警照 意识到了凶险 但他与祭天行的实力差距太大 完全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就被无形的神势利剑打晕 当场昏迷过去 刷 他就像是断线的风筝 从天空中栽下 砸向大地 这个时候 祭天行迎了上去 一把接住昏迷的荒族青年 他掌心中又涌出一股无形的力量 瞬间侵入荒族青年的脑海 震碎了其神格 随后 祭天行撤掉方圆千里的封印 带着荒族青年消失在山野中 他找了一处隐蔽之地 躲进九天石掘塔的扭曲时空中 用最快的速度炼化 荒族青年的神格碎片 汲取神魂记忆 外界过去一天时间 他在扭曲时空中度过50天 已经成功夺舍荒族青年 并融合了绝大多数神魂记忆 一天之后 当祭天行再度现身时 已经摇身一变 成了那个高大魁梧的荒族青年 此时他不用再隐身 就大摇大摆地飞过天空 直奔三山城而去 不得不说 祭天行的判断很准 运气也很不错 这名神王晋八重的荒族青年 名叫苏绝成 是三山堂麾下的子民 虽然 以此人的实力境界和天赋资质 在三山堂的年轻一辈 绝对能排进前五 但此人没什么家世背景 性格又颇为孤傲伶俐 在三山城居住的近万年里 得罪了许多人 身受众多强者和同辈排挤 此人性秦刚烈 不愿主动求和 索性搬出三山城 跑到最偏远的小村庄里隐居 在那个世外桃源搬的隐居之地 苏绝成全心苦修 历史要早日登上巅峰神王 再回三山城一雪前池 这一走就是上万年 如今三山城里的那些人 估计早就把他淡忘了 而他在偏远村落里隐居苦修之时 也几乎不怎么和村民们来往 因此 苏绝成在三山城和那个小村庄 都没什么朋友 更没有家人 此次苏绝成偶然得知 三山堂发布的照令 思虑再三之后 毅然决定赶往三山城 去参加精英选拔 他要进入前百名 前往上清神殿的总部 他要大放光彩 赢得神殿的店主 长老们青睐 平步青云 让三山城的所有人敬仰敬畏和后悔 第四千五百八十二章精英选拔 之所以说 季天行的判断很准 是因为这个苏绝成 正如他猜想那样 是去三山城参加精英选拔的 说他运气够好 是因为苏绝成的身份和经历 决定了他没什么朋友 季天行夺舍此人之后 在三山城活动 也不怕被人识破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个身份对他而言 再合适不过了 刷化身为苏绝成的季天行 大摇大摆地飞过万里天空 抵达三山城的城门处 把守城门的十几名护卫 拦下他之后 询问他的身份和来意 他自称是三山城的子民苏绝成 听闻消息 特地赶来参加精英选拔 那些护卫并未多说什么 很快就放行了 进入三山城之后 季天行也不耽搁时间 静止前往三山堂的总部去报名 他已经融合了苏绝成的记忆 对三山城非常熟悉 两课钟之后 他进入三山堂的总部 在大门口的护卫处登记了身份 随后 两名护卫领着他和几个神王强者 前往总部之内的中心广场 那四个神王强者和季天行一样 也是来报名参加精英选拔的 其中有两个是上位神王 还有两人是中位神王 看得出来 他们应该都是三山城里的子民 互相之间试认识的 一路上还在窃窃私语地交谈着 不过 他们的眼神总是网记天行身上飘 表情也有些异样 有人皱着眉头私损 有人面带疑惑 还有人露出了惊讶之色 毫无疑问 那四个神王在揣测季天行的身份 怀疑他就是曾经在三山城里 混击过的苏绝尘 殿前广场上已经聚集了 三百多名神王强者 他们分散开来 盘膝而坐 都默默地闭目养神 两名户卫领着季天行四人 来到一座高台前 高台上有一位长老坐镇 旁边是二十名护卫 他们负责为参加选拔的人登记造册 合计天行一起来的四名神王先登记了 轮到他的时候 四名神王都默默注视着他 当长老询问计天行的身份和来历 他爆出苏绝尘这个名字时 那四个神王都愣了一下 玄机露出复杂的表情 果然是他 苏绝尘 真的是他 我们没有认错 这家伙消失了那么多年 竟然又回来了 也不知道他失踪之后去了哪里 如今看起来 实力似乎提升了很多啊 确定了眼前这个高大魁梧的青年神王就是苏绝尘 四名神王都很震惊 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但他们没有声张 也没有喊住记天行 只是在暗中议论着 凭记天行的实力和手段 当然能听到四个神王的窃窃私语 他皱了皱眉头 暗自想的 怎么苏绝尘都离开三山城近万年了 还有人记得他 并且能认出他 为了低调 不引人注意 继天行报名后就走到广场的角落里坐下 闭目养神 默默等待 那四个神王也不动声色地跟了过去 就在离他不远处坐了下来 继天行假装没有察觉到 暗中却观察了一下四个神王的反应 他大概能看得出来 那四个神王只是听说见过苏绝尘 双方并无深仇大恨 也难怪对方认出他之后 能忍到现在都没有声张 不知不觉 三天时间过去了 这三天之内 又有五十多个神王强者 陆续来到店前广场上报名 截至目前 报名参加精英选拔的神王强者 达到了四百人之多 而三山堂公布的时间期限也到了 四百名登记在册的神王强者们 将要在店前广场上展开对决和比拼 最终选出前一百名优胜者 有资格前往上清神殿的总部 在这三天的等待时间里 继天行刚开始还担心 那四名认出他身份的神王 会向其他人揭穿他的身份 好在 那四个神王对他并无恶意 并没有把他的道来告诉别人 似乎他们对这次精英选拔非常重视 三天时间里一点也不敢耽误时间 一直在运功修炼 使自身达到巅峰状态 继天行暗暗松了口气 不再监视那四个神王 转而聆听其他人的交谈 广场上有近四百名神王强者 大多数人都是心无狂物的运功修炼 默默等待比赛的开始 但也有一些神王 显得胸有成竹 自信满满 他们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 窃窃私语的交谈着 或是议论着很多事 有人在讨论精英选拔大赛的原因和目的 有人讨论比赛时的战术 有人在交流神通绝技的经验 继天行暗中倾听着 果然探听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 此次上青神殿发布赵令 召开一场精英选拔大赛 七十四路分堂都要选出一百名精锐 七千四百名精锐神王 齐聚上青神殿的总部之后 还要再进行比试和选拔 决胜出三千名最强者 无数人都感到好奇 上青神殿选拔那三千名神王强者干什么 是加入上青神殿的护卫团 扩充护卫的人数 还是要执行什么任务 许多参赛的神王都在讨论 而其中有几名神王是权贵世家 早就从三山堂的长老门口中 得到了一些内部消息 据说最终选拔出来的三千名精锐神王 不仅会受到上青神殿的重用 还能跟上青神殿的几位长老和殿主们一起 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出起这个内部流传的秘密消息 那几位原家世不凡的神王们 也是语焉不详遮遮掩掩 显得颇为神秘 可正是这样 才增加了这个消息的可靠性 十几个听到消息的神王们 都满腔震惊和激动 堪称热血沸腾 恨不得立刻打败其他竞争对手 成为那三千人之一 纪天行听了这个消息后 心情却很平静 没什么激动可言 他只是觉得好奇和疑惑 上青神殿通过这种方式 选拔三千名精锐神王 究竟要执行什么任务 什么是值得他们如此兴师动众 不仅动用三千精锐神王 还要出动几位殿主和长老 纪天行不得不产生联想 进而揣测 这件事会不会与修罗神帝有关 第四千五百八十三章 展露锋芒 所谓的内部消息 暂时不能确定真假 纪天行的揣测和怀疑 也需要进一步证实 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参赛的决心 只有从三山堂的四百名神王里脱颖而出 前往上清神殿的总部 他才能探明结果和真相 清晨 去日东升之际 三山堂规定的期限到了 四百名参赛的神王强者 将要展开决斗和比试 一大清早 就有五百名精锐护卫来到场中 把殿前广场围了起来 他们披甲直剑 神色肃穆 维持殿前广场的秩序 另有一对精锐护卫 簇拥着一位白法苍苍的巅峰神王 和四名尚未神王静的长老 来到了殿前广场 通过其他人的议论 季天行得知那位白法老者的身份 正是三山堂的副堂主 此次精英选拔比赛 由副堂主坐镇 四位长老清自主持和监督 虽然 三山堂已经有近万年没举行过这种活动了 可谓经验缺乏 但最基本的公平公正 还是要有保证的 比赛开始之前 还是按照惯例 副堂主讲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 激励四百名参赛的神王们全力以赴 好好发挥 随后 两位长老又宣布了比赛的规则和方式 等规矩讲清楚了 比赛也就很快开始了 为了公平起见 四百名参加比试的神王抢者们 被抽签分成两百组 两两对战比试 抽签是由副堂主监督 四位长老联手进行的 不但几百名参赛的神王们挑不出毛病 在季天行看来也没什么问题 当然了 他也不太在意这场比试的公平与否 反正 打败所有的对手 成为前一百名精锐 对他来说亦如反掌 复杂又繁琐的抽签结束了 比试很快开始 被念到名字的精锐神王们 双双飞上高台 当众比拼决斗 大方延万丈的高台 早就布下了强悍的阵法 以确保神王抢者在里面厮杀 不会拨及广场上的人 随着轰隆隆的巨响声传出 两名神王抢者在高台上展开了拼斗 他们各展所长 全力施展各种神通绝技 打得神光闪耀 天花乱坠 巨响震天 参赛的近四百名神王们 还有副堂主和四位长老 都认真地观看台上之人拼斗 尤其是众多神王们 看得目不转睛 还时不时议论几句 发出欢呼和叫好 既天行却是兴趣缺缺 神色淡然地站在人群中 丝毫不起眼 没过多久 台上的两名神王就分出了胜负 其中一人被击退 受了些轻伤 撞在雷台边缘的大阵上 便算是输了 输的人满脸沮丧 神色难堪地离开了高台 赢的人喜笑颜开 享受着许多神王羡慕和赞赏的眼神 随后 第二对神王登上高台 也开始了比拼 和第一对神王的情况差不多 这也是两个六中镜的中卫神王 尽管打得十分激烈 但表现得中规中矩 不是太妖眼 半课中之后 两名神王就分出了胜负 两人看起来势均力敌 都没有受伤 但其中一人被击退 碰到了雷台边缘的防御大阵 就算是输了 队长老们判定落败的神王 很是不甘地下了高台 赢得人暗自侥幸 就这样 随着时间流逝 一对又一对神王强者 陆续登上高台进行比斗 因为规则的限制 每场比斗持续的时间都不长 短则十几席时间 长则半课中左右 都能分出胜负 虽然大多数比斗都显得平淡无趣 但也有许多精彩绝伦的对拼 赢得数百名神王们较好 副堂主和四位原长老全承认真地观看 对麾下子民们的实力和表现 似乎也挺满意 终于 一天过去了 第160多队神王登场时 才轮到济天行上台 他的对手 也是一名天赋杰出的青年神王 拥有六重镜的实力 当两人落在高台上站定 全场的目光聚集在他们身上 立刻有人窃窃私语起来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也对视一眼 显然是胸有成竹 已经有了答案 从两人的实力境界来看 继天行已经是稳操胜券了 他的对手 那名青年神王意识到这一点 不禁脸色难堪 口中发苦 他清楚自己必败无疑 但他绝不能不战而降 再怎么样 也得厮杀比拼几招之后 再被对方打败 才不失颜面 看招 为了掌握主动权 青年神王冷喝一声 率先出手攻向继天行 半计天行站在原地 毫无躲避的意思 直到青年神王释放漫天神树光影 吸着滔天神火雷霆杀到面前时 他才抬起双拳狠狠轰出 轰隆 下一杀 巨大的金色全盲 轰碎了漫天神光和雷火 将青年神王轰的倒飞出去 狠狠砸在雷台边缘的防御大阵上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 在雷台上空回荡着 经久不消 片刻后 漫天神光散去 既天行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 神色淡然 而那名青年神王 已是面色煞白 倚靠着防御大阵 竭力运功压制混乱的神力 这一幕 让父堂主 四位长老和众多神王们 都看得愣住了 很多人都猜到他会获胜 但众人都没想到 他竟然赢得如此轻松 片刻后 一位长老清醒过来 连忙高声宣布道 此战 苏绝尘胜 这位长老的声音传遍全场 顿时让很多人都精神一震 尤其是那些目光聚集在既天行身上 充满震惊 疑惑和猜测的人 立刻得到了答案 眼神变得惊亮 苏绝尘 果然是他 刚才我就觉得 他很像那个苏绝尘 没想到真的是他 那家伙不是离开三山城 消失了近万年吗 怎么又回来了 上万年的时间没见 他的实力竟然成长到如此地步了 他的对手 好歹也是六重镜神王啊 竟然被他一招打伤 这也太可怕了 苏绝尘当年跟城中的几个权贵 世家结了院 遭到排挤之后 才被迫离开三山城 如今他竟敢回来 难道他是要一血前耻吗 以他目前的表现来看 应该是这样 第4584章挑战 在这一战之前 人群中只有那四个神王强者 认出了苏绝尘 而这一战之后 场中近400名参赛的神王 都听到了他的名字 认出了他的身份 绝大多数人只是听说过他 跟他并无交集 但有几个权贵世家的神王 却是与他有过节的 万年之前 也正是他们的排挤和打压 迫使心高气傲的苏绝尘 离开三山城 双方虽无深仇大恨 也不至于打个你死我活 但彼此间却有恩怨 尚未解开 这几个权贵世家的神王们 望向苏绝尘的眼神都很复杂 有几分震惊和难以置信 也有几分警惕和戒备 众人都想看看 苏绝尘究竟要干什么 虽然他这万年以来的成长很快 从当初的下位神王 变成了如今的上位神王 但几个权贵世家的神王们也不差 据是上位神王的实力 并不怕苏绝尘的崛起和暴富 很快 一对又一对神王登上雷台比斗 转移了众人的注意力 许多神王们不在一轮苏绝尘的往事 都认真观看雷台上的比斗 两个时辰之后 第一轮比斗结束 400名参加选拔的神王抢者们 经过第一轮比赛 就淘汰了一半 剩下的200名神王抢者们 有6个时辰的休息时间 才会进行第二轮比试 被淘汰的200名神王们 大部分都黯然离场 但也有少部分人留下来观战 他们想看看其他神王 谁能进入前100名 而那200名继续鄙视的神王们 都不浪费时间 纷纷在广场上运功调席 恢复力量 既天行表现得依旧低调 默默无声地坐在广场边缘 闭目养神 对他而言 刚才那一战 根本没消耗什么力量 自然也不用运功调席 他只是借着闭目养神的机会 观察广场上的神王们 并搜集更多的消息和情报 毕竟 聚集于此的数百名神王强者 几乎是三山城最顶尖的那一批人了 这些人都实力强悍 且拥有一定的权势和地位 掌握着普通人并不知道的消息 既天行倾听了片刻 又搜集到了一些八卦消息 对三山城的实力格局 有了更多的了解 但就在这时 几位神王强者从四周舵步而来 很有默契地来到他身旁 将他围住了 不用睁眼去看 他也能辨别出 身旁的五位神王强者 都是上位神王 其中有两个神王近八重 三个神王近七重 都是锦衣华服 细语不凡 自带上位者的威严气息 剑际天行依旧在闭目养神 对众人的到来视而不见 为首的紫袍中年男子 嘴角勾起了一抹激疯的笑意 粗觉成 少跟我们故弄玄虚 你有胆量回到三山城 怎么连睁开眼睛的勇气都没有 另外四名神王强者都露出了笑意 纷纷开口附和 粗觉成 当年你如丧家之犬般逃离三山城 我们还以为你会吸取教训 脚踏实地地做人做事 没想到 你还是不知悔改 竟然还敢回来 呵呵呵 你这次回来 是想找我们报仇 就凭你这点实力 若是没有够硬的靠山 还是会自取其入 会溜溜地败逃啊 几位兄弟就别提苏觉成操心了 没看到他一副蛮横霸道 自信满满的架势吗 你们还没看出来吗 人家神功大成 就是要借着这次选拔的机会 来一雪前耻啊 几位神王都语气信念的嘲讽济天行 并暗中观察他的反应 见他不动声色 仍然保持闭目养神的姿态 其中一名有着落腮胡子的神王 满脸冷笑地说道 只可惜啊 此次比试只取前一百名 下一轮比斗就能出结果 也就该结束了 苏觉成就算你在打败一名对手 成功击身前一百名又如何 还是谈不上报仇血恨 更别提什么一雪前耻了 除非你有胆量挑战我们 说到这里时 落腮胡子和另外四个神王 都黑黑冷笑起来 他们的心思很明显 那就是激怒苏觉成 逼其出手 在狠狠将其打败 当众羞辱一顿 如此一来 不管他有什么阴谋诡计 都无从施展 果然 这个长着落腮胡子的中年神王 激将法似乎凑笑了 季天行终于睁开了双眼 眼神漠然地扫过五位神王 语气冰冷地说道 真是呱躁 你们的话讲完了 滚吧 他那冰冷的语气中 带着三分不屑七分厌恶 五位神王强者顿时被激怒了 个个都面色阴沉如冰 浑身怒意勃发 粗觉成 你找死 好 很好 苏觉成 万年不见 没想到你比当年更畅狂 更不知死活 呵呵呵 本作原本还想着 只要你愿意低头认错 本作还能给你留点情面 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 那就别怪本作不客气了 废话少说 苏觉成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 那咱们就擂台上见吧 大比结束之后 我们将登台挑战你 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你踩在脚下 让你认清自己 你要是没胆量 不敢接招 现在就滚出三山城 有我们在 三山城绝无你的容身之地 五位神王怒气冲天 也不管周围神王门一样的目光 当众对季天行下战书 要在大比结束后登台挑战他 他们原本以为 季天行不敢接招 肯定会设法逃避和推脱 他们还需要继续激怒季天行 甚至要借助周围众多神王来造势 逼迫季天行接受挑战 没想到 季天行眼神冷烈地贴了他们一眼 陈生说道 大比结束后 雷台上见 你们可以滚了 五位神王都愣住了 显然没料到季天行会答应得如此干脆 且如此有底气 一时间 五位神王都沉默了 竟然没人接话 但周围有几十个神王强者 正在暗中关注着他们 私下里议论着 这个时候 若是他们扭头就走 那也太丢人了 于是 五位神王回过神之后 纷纷对季天行一顿嘲讽和咒骂 放了几句狠话之后 这才转身离开 第4585章秒杀 既天行与五位神王起冲突这件事 被周边几十个神王们看到了 待五位神王离开之后 众人还在暗中议论 窃窃私语 没想到 十个万年之久 他们还是不肯放过苏绝成 我记得当年苏绝成被羞辱 被迫离开三山城 就是他们几个干的吧 是啊 听说以前苏绝成比较冷漠高傲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跟那几个家伙结下了仇怨 按理说 苏绝成已经吃过一次亏 使得万年之久 脾性肯定有所改变才对啊 他刚才表现的那么自信和强势 根本不怕那五人的威胁 看样子他很可能找到了强大的靠山啊 难道说 这万年时间里 苏绝成已经加入其他分堂 得到了某个堂主的支持和栽培 所以他才敢信心满满地杀回来 找仇家报仇血恨 这个倒是很有可能 不管怎么样 等大笔结束之后 咱们就有好戏可看了 戏的确是好戏 但精不精彩就很难说了 反正我是不看好苏绝成的 那几位神王的实力太强了 数十名神王强者的议论 很快就扩散开来 被广场上的两百多名神王们得知 就连主持这场大笔的 三山副堂主和四位长老们 也听说了这件事 知道了苏绝成将和五位元神王比试的消息 双方约定的挑战和比斗 那是他们的私事 也是他们的自由 哪怕副堂主和四位长老觉得有些不妥 却也不能干预 不知不觉 六个时辰过去了 第二轮大笔开始了 依然是副堂主主持 四位长老当众为两百名神王抽签 捉对厮杀 抽签结束后 比斗就开始了 被念到名字的神王们 一对又一对登上雷台 当众比斗 这次比斗 是决定谁能进入前一百名的关键之战 参加大笔的两百名神王强者 都是全力以赴 谁也不敢怠慢和松懈 他们在雷台上比斗 也更加认真和专注 都拿出了底牌绝技 打得非常激烈 通隆隆的巨响声不绝于耳 耀眼的神光不断闪烁 各种神通绝技不断涌现 让众多神王们看的目眩神石 不断欢呼叫好 自然而然的 每一场比斗的持续时间 也比以前更长了 第一轮比斗的时候 两位神王能在一刻钟 两刻钟之内分出胜负 快得甚至只需要几时席时间 但这一轮比斗 登台的两位神王强者 往往需要三五刻钟 甚至到半个时辰 才能分出输赢 时间无声流逝 整整两天时间过去了 才有八十二对神王完成比斗 落败的神王们满腔不甘 神色沮丧 是魂落魄的离场 而获胜的神王们 哪怕满身伤痕 甚至血迹斑斑 也是兴奋难当 情绪激动 甚至有些神王强者获胜之后 忍不住发出兴奋的咆哮 以宣泄心中的激动 毕竟 获胜者都能进入前一百名 有资格前往上清神殿的总部了 直到第八十三对神王登台比斗时 才终于轮到季天行 他的对手也是一名上尉神王 有神王近七重的实力 而不凑巧的是 这名青年神王跟那五个权贵世家的神王们 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人刚一登台 就对季天行展现出了浓浓的敌意 面带冷笑地说道 苏绝尘 你可真是又臭又硬 让人厌恶啊 万年之前你如丧家之犬般 逃离三山城 就该远离此地 去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躲起来 你为什么要回来呢 当年你被羞辱的体无万夫 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 如今你回到三山城 是想再被羞辱一次吗 此人的这番话一出口 便让季天行明白了 此人是那五个权贵神王的走狗 季天行的眼神当即转寒 沉生冷喝道 你的废话太多了 想教训本座 你是平嘴吗 两人对话的声音不小 清晰传遍全场 被数百名神王强者 和众多护卫们听见了 那青年神王当即变了脸色 满腔羞怒地咒骂道 苏绝尘 你真是该死 本王导要看看 你有什么资格嚣张狂妄 如此目中无人 怒喝一声之后 青年神王身影一闪 便顺移到 季天行头顶上方 瞬间把刀斩向季天行 刷 这一刀 是若雷霆 快如极光 西招数百种神道法则 更有无上神力 撕开了天空 整个雷台 都被狂暴无匹的刀士封印 空间都变得凝固了 季天行置身其中 仿佛被万里大山镇压 难以动弹 雷台下的众多神王强者们 都感应到了那一刀的威势 纷纷为那名年轻神王欢呼叫好 淡季天行面不改色 直到那一刀降临头顶时 才赫然抬头 面无表情地吐出两个字 就这 一边说着 他抬起双拳 无是那把神光闪耀 是不可挡的神刀 直接轰向青年神王 耀眼的神圣金光涌现 巨大的拳盲瞬间 笼罩了青年神王 下一杀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爆出 开天辟地般的刀光崩溃了 青年神王也被轰得身躯尾盾 标剑鲜血 翻滚着道飞出去 他足足飞出数千丈 狠狠砸在雷台边缘的防御光照上 才颓然跌落在地 笔斗就此结束了 漫天神光徐徐消散 雷台上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只能听到 那名满身是血的年轻神王 身躯蜷缩地躺在雷台边缘 痛苦地抽搐着 发出震震惨叫和痛呼 这一幕 再次让全场震惊 数百名神王和护卫们 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望向济天行的眼神 闪过一丝敬畏 谁也没想到 他的实力竟然强悍到如此地步 堂堂七重镜的上位神王 竟然被他一拳轰飞 且打成重伤 当场丧失了战斗力 这是何等可怕的实力 即便他是神王镜八重的强者 面对神王镜七重的青年神王 也不可能有这般压倒性的优势啊 他所展现出的战斗力 根本就不是神王镜八重强者能拥有的 大概只有神王镜九重 甚至是巅峰神王 才能有这般强悍霸道的手段吧 第四千五百八十六章不留余地 即天行一拳轰飞七重镜的上位神王 成功镇住了广场上的所有人 尤其是那五个权贵世家的神王 更是内心震撼 且十分忌惮 他们这才意识到 苏绝成的嚣张和狂妄 是以强大实力为前提的 既然苏绝成能一拳 把七重镜的上位神王打成重伤 那他们之中的三个上位神王 都不是苏绝成的一和之敌 哪怕是两个实力更强 八重镜的上位神王 也未必是苏绝成的对手 殿吉于此 五个权贵世家的上位神王们 心里都打起了退堂股 有些犹豫 如果可以反悔的话 他们不想再挑战苏绝成 与其当众比斗了 当然 这并不代表他们会放过苏绝成 待今日大比结束之后 他们会在合适的时机 对苏绝成进行打击和暴富 可问题在于 之前他们五人去挑衅 羞辱苏绝成的时候 周围几十个神王都在看着 如今 在场的几百名神王和护卫们 包括副堂主和四位长老 都知道了他们要决斗的事 这已经是骑虎难下 进退维艰的地步 所以 五位神王的脸色很难看 不得不暗中传音商议对策 时间流逝 擂台上的比斗还在继续 一对又一对神王登上擂台 当众比斗 决出胜负 足足五个时辰过去了 剩下的十几对神王们 才完成比斗 如此 三山堂的精英选拔大赛 就此圆满结束了 最终获胜的一百名神王强者 成为三山堂公认的精英强者 他们将在数日之后 跟随父堂主和四位长老 前往上清神殿的总部 去为上清神殿效力 完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几位长老宣布大笔的结果 以及相应的排成之后 全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入选前一百名的精英神王们 都情绪激动满腔热血 兴奋得难以自意 而落败的神王们 都是神色黯然 望向获胜者的目光 充满了羡慕和忌妒 眼看着 欢呼和一论声 持续了半可中之久 大笔已经结束 众人也该离场了 但父堂主和四位长老还不离开 数百名神王和众多护卫们 也没一个人走 所有人都心赵不轩 等着观看五位神王挑战苏绝成的大戏 众人都以为 凭五位神王的嚣张跋扈和自信 一定会主动登台 当众挑战苏绝成 可谁都没想到 那五位神王分散在人群中 没有一个人主动登台 甚至 他们还在悄然往人群外移动 似乎想趁机离开广场 但这是无用的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们身上 许多神王都向他们投去了复杂的眼神 有疑惑期待 也有鄙夷和冷笑 这一刻 五位神王羞愧难当 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 但他们打定了主意 宁肯暂时丢脸 也不要登上擂台 被苏绝尘碾压和蹂躏 相比之下 这点趋入又算得了什么 众人看到五位神王准备撤离 表情愈发精彩了 人群中还爆发出一阵议论和讥笑声 父堂主和四位长老的神色不变 看不出是什么想法 而实际上 他们也是暗暗松了口气 那五个权贵世家的神王和苏绝尘 都是进入前一百名的精英神王 而且是排名很靠前的强者 若是他们因为私人恩怨 登台比都导致伤亡出现 对三山堂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能够化解这场恩怨于无形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然而没有人注意到 人群中的济天行 正眼神冷烈地望着那五个神王 本来他混入三山堂 只想进入上清神殿的总部 去调查那件大事 那五个权贵世家的神王 跟他没什么仇怨 他犯不着穷追猛打 但他是夺舍了苏绝尘 以苏绝尘的身份在行动 大概是苏绝尘的恨意 怨念太深 早已深入神魂 不可磨灭 从看到那五个神王开始 苏绝尘神魂中的恨意和怨念 就一直在济天行的脑海中涌动 尤其到了此刻 看到那五个神王要离去 苏绝尘的怨念更加翻涌不休 无法平息 济天行之道 哪怕苏绝尘已经死了 被他取代了 但苏绝尘的执念仍未消散 罢了 这万年以来 你使之以报仇血恨为目标和动力 这已经成了你毕生的执念 我多舍了你 便是愧对于你 既然你的执念无法消散 那我就替你报仇血恨 也算替你了断恩怨 济天行的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苏绝尘的怨念果然平复了些许 仿佛答应了他的条件 广场上的议论声更大了 看到五位权贵神王悄然离开 已经抵达广场的边缘 即将转身离去 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 唰 晨光闪烁 一直沉默低调的济天行 忽然飞上了高台 他神色傲然地立于高台上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整个广场 目光锐利如见地盯着那几个神王 谬可为 文清辉 你们方才的勇气和嚣张呢 不是要当众挑战本座吗 怎么此刻却要当丧家之犬 夹着尾巴逃走 济天行忽然开口 声如红中帝喊道 中气十足的红两声音 在广场上空回荡着 震荡着所有人的心 被他点到名字的五位神王 顿时身躯一江 脸色无比难堪地愣在了原地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苏绝尘竟然做得如此绝 一点也不给他们留后路 当众叫嚣和羞辱他们 这是何等嚣张狂妄 哪怕五位神王再怎么忌惮苏绝尘的实力 此时也将之抛诸脑后 心中只剩下羞愤和狂怒 他们在三山城 都是很有名望和地位的权贵 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 何时被人这般羞辱过 又何时在众目睽睽之下 丢过这么大的脸 绝对不能忍 若是他们对苏绝尘的叫嚣事而不见 真的夹着尾巴溜了 那以后也不用见人了 于是五位神王都缓缓转身 默默瞪着台上的祭天行 发出了怒吼 苏绝尘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本想给你留几分颜面 既然你如此不是台举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第四1587张碾压 那五位神王的话 连他们自己都不信 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 给自己脸上贴金 向挽回一点颜面罢了 但所有人都很默契地选择了沉默 没有谁傻到站出来揭穿 五位神王一边叫骂着 一边杀气腾腾地返回广场 满眼警惕地盯着祭天行 之前他们就商量好了 首选计划就是趁乱逃跑 如果逃跑不成 在联手对付苏绝尘 他们还在考虑着如何激将苏绝尘 才能使苏绝尘失去理智 进而放出更狂妄的豪言壮语 没想到 既天行的下一句话 就让他们差点笑出了声 既然你们如此有信心 那还等什么 都给本座滚上来 低沉而威严的声音 在广场上空响起 五位神王丝毫不愤怒 反而幸灾乐祸 暗自冷笑 他们正愁找不到借口围攻苏绝尘呢 没想到苏绝尘如此嚣张自大 广场上的几百名神王和护卫们 却是看傻眼了 目瞪口呆地望着祭天行 众人皆知苏绝尘冷漠孤傲 却没料到他竟然狂妄到如此地步 即便他的实力再强 以一己之力挑战五个神王 轮流拼杀下来 也十分勉强 没多少胜算 没想到他竟然狂妄到如此地步 让五个神王一起登台 他想干什么 以一敌武 同时挑战五个神王吗 这也太自大 太目中无人了吧 肯定不是这样 众人都这般想着 满腔激动 期待地看着苏绝尘 看他究竟要干什么 刷刷刷 阵阵神光闪过 五位神王都满脸冷笑地飞上了擂台 他们分散在擂台四周 把祭天行包围了 呵呵呵 苏绝尘 如你所愿 我们来了 苏绝尘啊 苏绝尘 这可是你自找的 别说我们人多是重欺负你 你要是事项的 现在就跪下来认输 我们尚可放你一马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都要给我们五人作证 这可不是我们要围攻苏绝尘 而是他主动要求的 五位神王有了底气 显得胸有成竹 脸上挂着得意的冷笑 广场上的几百名神王和护卫们 都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大部分人都幸灾了祸 等着看苏绝尘被碾压蹂躏 但也有一部分人 对五位神王的小人姿态感到厌恶和鄙夷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都皱了皱眉头 感到此事有些不妥 不过 还不等他们开口说话调解 既天行又沉生冷喝道 错了不是你们五人围攻本座 而是本座要教训你们五个 废话少说一起上吧 他口中喊着让五个神王一起动手 但他却站在擂台中间 连神兵都不曾祭出 神色淡然自若 这是何等自信与嚣张 五位神王被如此藐视 当真是怒火中烧 几乎失去了理智 混蛋 粗绝尘 你是在狂妄的无法无天 该死啊 粗绝尘 受死吧 五位神王怒吼着 纷纷祭出刀剑神兵 浑身迸发冲天的神光 使出各种神通绝技 像继天行发起了围攻 飞龙霸剑 缓星灭日刀 金芒神印 长红横天锁 五位神王咆哮着 倾尽全力地释放神通绝技 爆发出了毁天灭地的威力 顿时 耀眼夺目的神术光影 遮蔽了方圆万里的天空 数以千计的刀光剑影 风火雷霆 如倾盆大雨般落下 覆盖了整座雷台 一千多种神道法则 浩荡的天地神力 汇聚成无形的镇压之力 狠狠镇压着济天行 广场上的数百名神王和护卫们 都瞪大了双眼 死死盯着雷台上的情景 为苏绝尘捏了一把汗 众人都能感受到 五位神王联手合集的威力 有多恐怖 他们难以想象 苏绝尘要如何抵挡化解 而下一刹那 让所有人终生难忘的 一幕出现了 通隆 处于暴风中心 被无尽神光淹没的济天行 陡然绽放出最耀眼的神圣精光 如烈日般璀璨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 他爆发出的神圣精光 震开了所有刀光剑影 震碎了无尽神光 五位神王的联手合集 竟然被他如此轻松地化解 紧接着 冲天而起的神圣精光中 探出了一对拳头 砰 砰 两只拳头迸发金光 凝聚硕大的拳盲 瞬间击中了两名七重镜神王 那两人压根躲不开 似乎被无形的压力捆扶着 看着拳盲轰到面前也无法闪躲 随着两声沉闷的巨响爆出 两位神王被全盲轰塌了胸膛 蹊跷喷血地倒飞出去 他们在空中翻滚了数千丈 狠狠撞在擂台边缘的防御大战上 这才滚落在擂台上 眨眼间 喷涌而出的鲜血 已经染红了他们的衣衫 让他们变成了血人 两位神王躺在擂台上 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数次努力挣扎 却始终无法站起来 显然他俩已经被打成重伤 丧失战斗力了 如此震撼人心的一幕 让整个广场都寂静了 众多神王和护卫们 都无声帝张大了嘴 露出满脸惊骇之色 谁也不曾料到 苏绝成的战斗力 竟然强悍到如此地步 不仅轻松化解了 五位神王的围攻 还一招重创其中两人 这是什么实力 神王近九重 恐怕巅峰神王也不过如此吧 不止众多神王和护卫们满腔震撼 就连父堂主和四位长老也有些愣神 内心非常震惊 他们五人 一个是巅峰神王 四人是神王近九重 他们能看出来 苏绝成分明就是神王近八重的实力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战斗力 然而 他们来不及思考答案 擂台上的厮杀 又有了新的变化 另外三名神王强者 看到两个同伴被打成重伤 满身是血的倒在擂台边缘 都是满腔金句 就在他们愣神的时间 既天行又连续瞬移 于一席之内挪移三个位置 并使出了九招神通绝技 只见擂台上神光蹦践 有开天辟地的剑芒 有焚天之火 还有轰杀一切的神雷出现 轰轰轰 又是一连串的惊天巨响爆出 那三个神王都被轰飞了出去 第四千五百八十八章直面消散 三个神王的下场也很凄惨 实力最弱的七重镜神王 被轰得片体鳞伤 满身血迹 跌落在擂台边缘之后 便再也无法爬起来 他跟那两个同伴一样 都是身受重创 当场丧失战斗力 另外两名八重镜的神王 伤势稍微轻一点 不过他们也是被祭天行打的口吐鲜血 手脚骨折 栽落在三千丈之外的擂台上 劈散的凌乱头发 燃血的衣衫 还有亮枪的步伐 摇摇欲坠的身影 使他们看起来格外狼狈 广场上的数百名神王和护卫们 早就看傻了眼 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 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场以一敌武的厮杀比拼 开始得很快 结束得如此仓促 那五个气势汹汹的神王们 连两个回合都没撑过 就被苏绝成干脆利落地打翻在地了 我们眼花了 看错了吗 苏绝成只是一个上位神王而已 怎么可能有如此恐怖的战斗力 这一定是假的 估计只有副唐主和唐主那样的巅峰神王 才拥有如此强悍的手段吧 就在所有人震惊莫名 甚至有人忍不住发出惊呼之计 那两个八重镜的神王 强称着重伤之躯 又重振旗鼓 积蓄神力 想再次冲向济天行 虽然 他们已经注定了要落败 但他们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败也要败得体面一些 至少 他们的反击一下 若是连反击之力都没有 就此认输 落败 那也太丢脸了 然而 残酷的事实再次狠狠打击着他们 碾碎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尊严 唰 既天行身影一闪 出现在其中一名神王的面前 还不等其做出反应 便一脚将其踹倒在地 并踏住了胸口 此人当场蹊跷喷血 扑通一声砸在擂台上 两眼一翻就晕死过去了 另一个八重镜的神王 当场被吓得清醒了 他当即放弃了反击的想法 毫不犹豫地转身逃走 要飞下擂台 这种时候 还妄想反击苏绝尘 以换取最后一丝尊严 太荒谬了 结果只会像那个同伴一样 被一脚踹翻在地 重伤昏迷 不仅丢脸到家 尊严全无 还会遭到重创 傻子才那么干 不过 这个神王也没能逃过厄运 他才转身飞出千丈远 祭天行就顺移到他身前 抬起一脚迎面踢来 他下意识地爆发全力去抵挡 却也于是无骨 砰 又是一声闷响爆出 此人也被祭天行一脚踢翻 狠狠砸在擂台上 为等此人翻身爬起来 祭天行的脚已经当头踏下 狠狠踏在此人的胸口上 扑 整座擂台都狠狠震动了一下 此人的胸口立刻凹陷下去 蹊跷喷血 也昏死过去了 至此 擂台上恢复安静 广场上也是一片死急 鸦雀无声 众人都睁睁地看着擂台上的祭天行 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就连四位长老 看到那五个神王的凄惨伤势 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而祭天行站在擂台上 脚踏着昏迷过去 满身血迹的谬可为 面色漠然地望向远方 其实 他所凝望的方向 正是苏绝尘隐居万年的地方 在那里 苏绝尘卧心长胆 直伏万年 日夜苦修 只为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 而今时今日 他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你的仇 我已经为你报了 祭天行的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自然是对苏绝尘说的 随后 他脑海中翻涌不息的 属于苏绝尘的执念 终于平复下去 直至完全消散 两久之后 祭天行才飞下擂台 面无表情地离开了殿前广场 苏绝尘的仇已经报了 为了不节外生枝 他会在城中找个地方隐居一段时间 过几天 到了集合的时间 他才会现身 跟随副堂主和几位长老 前往上清神殿的总部 祭天行离开之后 急进无声的广场 才恢复正常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对事一眼 都是面了一丝苦笑 纷纷摇头表示不愿参合此事 于是 五位强者很有默契的 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那是五个权贵世家的神王们 和苏绝尘之间的私人恩怨 一开始他们在场 却没有出手阻止 那么 双方的恩怨了断之后 不论结果如何 他们也不一再出面干预 或许别人可以不讲规矩 自以妄为 但他们的身份地位摆在那里 绝不能留下画饼 受人诟病 既然副堂主和四位长老都走了 众多护卫们也不宜久留 纷纷离开殿前广场 于是 广场上仅剩下两百多名参赛的神王们 还有一百名维持秩序的护卫 那些护卫们有几率约束 虽心中震撼难平 却也不敢过多地交流和议论 而那两百多个神王们 却不再受任何约束与限制 纷纷发出惊呼 交头接耳的议论起来 许多人的情绪都很激动 众人至今还是无法相信 也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在三山城呼风唤雨无数年 全是地位极高的五位神王 就这样被苏绝成给碾压 打得如此凄惨 万年不曾出现的苏绝成 比当年更加冷漠孤傲 霸道和嚣张 实力也变得深不可测了 很多人都感到疑惑 苏绝成在这万年间 到底经历了什么 是什么让他有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于那五个神王 至今仍像死狗一样躺在擂台上 满身血迹 昏迷不醒 他们的仪式英明 以及曾经的威严姿态 都变得支离破碎 如同烂泥了 接下来的无数年间 他们都会活在苏绝成的阴影中 活在三山城百姓的非议和嘲笑中 他们一天不打败苏绝成 就无法洗刷耻辱 当然 很多人并不会同情他们 他们联手打压 排挤苏绝成的事 在三山城也不是什么秘密 如今他们被苏绝成教训得如此惨烈 只能说是就由自取 不过 五位身受重伤的神王 也没在擂台上躺多久 终究有几位神王 是他们的朋友或者麾下 顶着无数人异样的目光 沉默地飞上擂台 背着那五位神王就离开了 第4589章替换 持续几天的精英选拔大笔结束了 结果已经在三山城传开 被无数百姓们得知 众人在议论那一百名优胜者的同时 更多的注意力都在另外一件事上 那就是消失了万年之久的苏绝成回来了 他不但强势回归 还在精英选拔大笔结束后 登台挑战五位权贵世家的神王 没错 就是当年联手打压排挤迫害他的那几个神王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时 立刻就来了静 满腔其带激动的刺耳倾听 毕竟苏绝成的事众人都有所耳闻 只是淡忘了太久 如今就是重题 大家当然关心双方比斗的结果 所有人都以为 五个神王会和苏绝成展开车轮战 打完一个再打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这已经非常惊人了 等弦之辈 绝对没那个实力 连续迎战五位强敌 但所有人都没料到 苏绝成竟然让五个神王一起上 而最骇人听闻的是 苏绝成竟然只用了两招 就把五个神王打成重伤 昏迷不醒 这个消息 就像是晴天霹雳一般 让每个听到消息的人 都被震撼得目瞪口呆 牙口无言 若不是全城都在疯传这件事 许多参赛的神王抢者们 都信誓旦旦地保证 这个消息是真的 只怕没人能相信这个结果 太惊人 太惊悚了 那苏绝成又不是巅峰神王 怎么可能有如此恐怖的实力与手段 于是 有关苏绝成和五位神王的惊世一战 变成了三山城这几天里最热的话题 全城几十万荒族百姓都听说了 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件事 如此 苏绝成一夜之间崛起 名满三山城 被誉为两位堂主之下的第一强者 而五位神王成了反面的典型 被很多百姓们嘲笑和讥讽 一时间 整个三山城都变得十分热闹 普通百姓们只会议论这件事 而一些权贵世家和势力 已经在搜寻苏绝成的踪迹 想方设法地拉拢苏绝成 他们很清楚 苏绝成表现的如此惊艳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若是能拉拢苏绝成 将其收入麾下 将来定有大用 凭他们的势力和财力 若是在苏绝成的身上加以投资 相信用不了多少年 苏绝成就能成为巅峰神王 到那个时候 苏绝成担任某处分堂的堂主 应该是一如反掌的 然而 各路势力和世家用了两天时间 找遍了三山城 也没能找到苏绝成 他们蒙了 不明白苏绝成这是要干什么 不是已经报仇血恨 扬名利万了吗 为何还要躲起来 这个时候的苏绝成 不应该公开露面 接受满城百姓的敬畏和崇拜吗 不应该接受各大势力的善意 和友好邀请吗 甚至 就连父堂主和堂主 都有可能亲自接见吧 各家势力的人都想不通 苏绝成为何在这个时候玩失踪 直到他们发现 那五个权贵世家的强者们 也在发疯四地搜寻苏绝成 便瞬间明白了原因 原来如此 苏绝成是怕那五个世家的合力报复 这就是众人的想法 出其第一志 当然 这是人之常情 苏绝成当着无数人的面 把那五个神王打得那么凄才 伤得那么重 五个权贵世家不找他报仇才是怪事 即便他的实力高强 能在擂台上以一敌武 还能轻松获胜 可那五个权贵世家处于暴怒之中 并会纠集一切力量展开暴富 若是让他们找到苏绝成 那可不是五个五十个神王了 很可能纠集数百名神王围攻苏绝成 就算苏绝成有天大的能耐 也是孤身一人 绝不敢跟五个权贵世家抗衡 这么想来 苏绝成虽然自信狂妄 但还不至于目空一切 还没有失去理智 于是 那些想拉拢苏绝成的势力和世家 只能暂时停止行动 静观其变 至于五个权贵世家 依旧是怒气未消 满城搜寻苏绝成 与此同时 三山堂的总部之内 副堂主堂主和几位长老 也正在商议事情 光线幽暗的会议室里 三山堂主坐在首位 副堂主坐在左侧首位 习与几位长老分散而坐 气氛有些压抑 大家的脸色都有些凝重 三山堂主揉了揉眉心 似乎颇为头痛 陈生说道 本座让你们主持精英选拔大比 对你们多么信任 结果呢 你们当时就在场 为何不阻止他们胡来 副堂主露出一丝苦笑 解释道 堂主 众所周知 他们五人和苏绝臣在万年前就结下了仇怨 这是他们的私人恩怨 双方约定登台比斗 我们怎么好干预 另外一位长老也帮忙解围 点点头道 副堂主言之有理 当时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而且 老夫认为 我们既然从一开始没有插手 现在就更不能干预了 三山堂主皱起了眉头 右手指节敲打着桌面 陈生说道 这是他们的私事也没错 可他们通过选拔 成了前一百名的精英 还有几天时间 他们就要代表本堂 前往神殿总部去执行任务了 如今那五个家伙都被打成重伤 两个已经清醒过来 还有三人至今仍未清醒 这又该怎么办 你们怎么就没想过后果 几位长老都很委屈 忍不住小声嘀咕道 这种后果 谁能想得到啊 是啊 谁能相信 苏绝尘那家伙能强到如此必不 三山堂主气得眉心直跳 忍不住一拍桌子 怒吓道 现在出示了知道推突责任 那你们倒是告诉本作 现在如何处置 还有三天 你们就该集合出发了 赶路一个月之后 比达上清神殿的总部 到时候很可能就要执行任务 以那五个家伙的伤势情况 如何能出发 若是缺五个人 届时几位店主发怒 我们都要遭殃 副堂主和几位长老都紧皱眉头 心中早就有了想法 却没人愿意先说出来 事实上 三山堂主心里也早就有了答案 只是不愿主动说出来 毕竟 谁说出来谁就要被锅 得罪那五家权贵世家 果然 最后众人都望向父堂主 他也只能面露苦笑 神色颓然地说道 取消那五人的资格 从淘汰者里另选五人补齐 第四千五百九十章 一直都在 大家都心知肚明 以那五个神王的伤势 已经无缘前百精英的名额了 唯一的办法 只能从第二轮被淘汰的 一百名神王里面 再挑选五个来作为替补 但这个处置办法 谁说出来谁就得罪了那五个权贵世家 毕竟 那五个世家可不会放弃名额 他们一边在全力搜捕苏绝尘 找苏绝尘报仇 一边努力给受伤的神王治疗 三天之后 那五个神王的伤势肯定不能恢复 但五个权贵世家只希望 能让五位神王在赶路的一个月里清醒过来 伤势恢复大半就够了 本来 三山堂主也有过这个想法 但他今天派了亲信 去五个权贵世家 查看了那五位神王的伤势 得出的结论是 他们伤势太重 没有上百年的修养 绝不可能复原 就算让伤势恢复大半 让战斗力恢复到七八成 也需要几十年 正因如此 三山堂主才彻底断了念想 如今 父堂主被迫出来被锅 到时候五个权贵世家会把账算在他身上 当然了 五个权贵世家再怎么愤怒 也不可能把父堂主怎么样 更谈不上报复 贫富堂主的权势和地位 也不怕五个权贵世家的报复 只是 大家同处三山堂 低头不见抬头见 以后肯定会尴尬 两个时辰后 一份出自于三山堂主的赵令现世了 父堂主亲手持着赵令 带领四位长老 分别赶往五个权贵世家 前去宣读赵令 结果可想而知 五个权贵世家都悲愤莫名 不愿接受三山堂主的决定 但又不能跟堂主撕破脸皮 这个时候 父堂主和四位长老的作用就提现出来了 他们纷纷开口劝说 输到那五个权贵世家的强者们 一来二去 这件事就耗费了一整天 父堂主当了恶人 背了锅 还浪费了很多口舌 才劝说五个权贵世家 勉强接受了赵令 摆平了五个权贵世家之后 父堂主和四位长老又马不停提地执行下一项任务 他秘密召集了三十多名神亡强者 在一处隐蔽之地举行比斗 那三十多个神亡正是第二轮被淘汰的一百名神亡里面 实力相对较强的一批 有些神亡早就猜到那五人被打成重伤 必须重新选五个人顶替 而有些神亡并未想到这一点 被召集的时候还很惊讶 最终三十多位神亡强者们 用了近一天的时间来比斗 选拔出了最强的五人 这五个新选出来的神亡强者 将代替那五个权贵世家的神亡 前往上清神殿 经过这一番曲折 此事才算圆满结束 当然 那三十多个参加秘密选拔的神亡们 也被父堂主下了封口令 严禁扩散和传播这件事 三天期限已到 热闹喧嚣 沸沸扬扬的三山城 终于要安静下来了 这天清晨 是约定的集合时间 一百名精英神王 要在总部的殿前广场上集合 跟随父堂主和四位长老一起 赶往上清神殿的总部 短短半个时辰内 九十多名神亡强者从四面八方赶来 纷纷在广场上集合等待 最后 连那五个替补神王都到场了 苏绝成却始终没有出现 他如今已经是三山城的名人 万众瞩目的物件 很多人都瞧手以盼 看他今天会不会出现 毕竟 这两天三山城内有传言 说那五个权贵世家的强者们 已经秘密找到苏绝成 将其围攻暗杀了 还有小道消息说 苏绝成被五大世家的强者围攻 身负重伤之后逃离了三山城 不论这些传言是真是假 只看今天苏绝成会不会出现 便真相大白了 眼看着 约定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众多神亡门左顾右盼 都在搜寻苏绝成的踪影 广场的北端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已经踏出大殿 正往广场上走来 偏偏苏绝成始终没有出现 事实上 三山城的城门口 还有城中各处要道 以及城外的山脉关卡 都埋伏了五大世家的神亡强者们 他们一致认为 苏绝成并不在三山城内 肯定躲在城外 今天他无论如何都要回城 到殿前广场上集合 只要他们派出大批神亡强者 守住带兔 就肯定能抓住苏绝成 将其诛杀 然而 五大世家的算盘注定要落空了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抵达广场之后 上百名神亡强者们纷纷攻身行礼 双方见礼之后 副堂主的目光扫过所有人 默默清点人数 看到一百人全部到齐了 副堂主就要祭出神剑 带领众人出发 但这个时候 忽然有某位神王开口喊道 堂主大人 苏绝成还没来 这道声音响起之后 立刻又有一道声音响起 苏绝成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集合 按照规定 当取消他的资格吧 一时间 数十名神亡强者都一片哗然 有人仔细观察那两个发生的神亡 便认出他们与五大世家有关联 不用怀疑 这当然是五大世家受益的 就算他们暂时找不到苏绝成 不能杀其报仇 只要能损害苏绝成的利益 破坏其计划 也是好的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都愣了一下 又仔细观察一百名神亡强者们 这时 人群中响起了一道低沉 威严的青年男子声音 本座一直都在此 你们若是眼瞎 就把眼睛抠了吧 这句话一出 全场皆惊 众人纷纷扭头回望 注意力集中在人群之中 那得毫不起眼的黑袍人身上 顿时 黑袍人周围空出一圈距离 变得突兀和显眼 所有人都打亮着他 这才发现事情却如他所说 一刻钟之前 黑袍人就已经在人群中了 但诡异的是 他以黑袍笼罩身躯 以抖力遮住面容 看起来十分惹眼 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和注意 就连他身旁的那些神王们 也对他视若无睹 当成空气一样 正是这个原因 才导致所有人都东张西望 四处搜寻苏绝尘的踪影 唯独没人注意到黑袍人 第4591章众人心思 众人对苏绝尘存在与否 何时出现的问题 并未议论太多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尽管很多人都想不通 为何苏绝尘就在他们身旁不远处 为何他们没有发现 但苏绝尘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广场上 就证明那五个权贵世家的阴谋破灭了 事到如今 纵然五个权贵世家再怎么愤怒 也不可能冲到店前广场上来对付苏绝尘 副堂主和几位长老会给他们留一些情面 但那是在他们不明目张胆地践踏律法 与三山堂作对的情况下 总之 五大世家的人被打伤 仇也暂时别想爆了 人群躁动了一会儿 便迅速归于平静 为了不再出现什么意外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又清点一遍人数 并核对了名单 确定一百名精锐神王全部到齐 没有遗漏之后 副堂主才寄出神剑 带领众人登上神剑 长达千丈的神剑悬浮在天空中 内部空间十分宽敞 每位精锐神王都分到了一个房间 可以安心调习修炼 这正合计天行的心意 他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打扰 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本体进入九天十绝塔中闭关修炼 很快 众人准备妥当之后 神剑就飞上天空 直奔北方而去了 正常情况下 神剑需要连续飞行一个月 才能抵达上清神殿的总部 在此期间 一百名精锐神王们也可以趁机修炼 进一步巩固实力 毕竟 谁也不知道抵达上清神殿之后 会面临什么样的任务 既天行进入属于他的房间后 便开启了所有的正法 拒绝见任何人 苏绝成的身躯留在房间中 摆出运工修炼的姿势 他留下了一缕心神 操纵苏绝成的身躯 以防露出什么破绽 而他的神德 早就回到扭曲时空中 回归本体 闭关修炼去了 即将要去上清神殿 调查与修罗神帝有关的消息 要找修罗神帝报仇 那当然是实力越强越好 目前他还处于神帝出境 凝练两条道运的阶段 距离凝练第三条道运并不远 虽说 他至少要闭关修炼几时 上百年 才有可能凝聚第三条道运 但他在扭曲时空中修炼 是外界时间流速的五十倍 也就是说 他若能在扭曲时空中坚持修炼一两年 就有机会提升一众境界 没过多久 神剑就离开了三山堂的领地范围 由十二名上尉神王操纵着 平稳地飞向北方 这时 四位长老和父堂主在议事厅中碰面 开始商议一件重要的事 诸位 事情果然不出堂主所料 那苏绝成一如当年那般冷漠孤傲 但心机和城府比当年深了许多 父堂主坐在守卫 手中捧着茶杯 面色凝重地说道 虽然我们无从得知 苏绝成在之前那一万年里经历了什么 但如今的他和当年相比 确实像是换了一个人 稍后我们与他接触 大家还要谨言慎行才是 四位长老都点点头表示明白 其中为首的大长老 语气严肃地道 不管他曾经历了什么 他始终是三山堂的子民 他和那五个世家的恩怨 我们没有插手和阻拦 如今他参与本堂举行的精英选拔大笔 是以本堂精英神王的身份 前往上清神殿的总部 我们只需要让他承认这一点就好 如果可以的话 再进一步询问他的计划和打算 看他以后要干什么 众人纷纷点头 父堂主还有些不放心 又叮嘱到 堂主之前交代过 想必你们也都记得 苏绝尘骨子里并非奸恶之辈 只是性格冷漠孤傲而已 若是以身份地位和实力压他 他必然不会服软 还会适得其反 但我们以怀柔之策 给予他足够的重视 或许就能获得他的信任和亲近 接下来 父堂主和四位长老又商量了一下 在跟苏绝尘交谈的过程中 若是遇到某些刁钻的问题 又该如何答复与化解 众人集思广义 很快就想好了对应的说辞 于是 他们怀着满腔期待 悄然前往苏绝尘站住的房间 要跟他密谈一番 没办法 这是他们出发之前 三山堂主再三叮嘱的重任和要务 三山堂出了苏绝尘这么一个妖孽级的强者 对三山堂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和骄傲 无论如何也要把苏绝尘跟三山堂绑在一起 这样苏绝尘以后的成就越大 地位越高 三山堂也会跟着受益 杀杀杀 父堂主和四位长老没有惊动任何一个精英神王 悄悄来到苏绝尘的房门外 他们正要传音呼唤苏绝尘 却满脸恶然地发现 房间的三重阵法都开启了 那三重神阵的功效很多 其中就包括遮罩一切声音 隔绝神室的探查 也就是说 苏绝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表明了不想见任何人的态度 再看其他九十九个精英神王 基本都是房门关着 只向征信地开启一道大阵 保护自己的隐私 只要付堂主和四位长老去找他们 肯定能第一时间见到他们 甚至 那九十九个精英神王们 都巴不得盼望着 副堂主和长老去找他们 相比之下 苏绝尘确实够冷漠孤傲 竟然摆出了一副 生人物尽的架势 四位长老都有些生气 大长老还比了个手势 传音询问副堂主 要不要动手关闭三重神阵 直接去房间里找苏绝尘 毕竟 这是副堂主的神剑 所有神阵都是他亲手布置的 开启每个房间的神阵 对副堂主来说一如反掌 不过 副堂主权衡了片刻之后 还是摆白手拒绝了 既然苏绝尘开启了三重神阵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就摆明了不想被打扰 也不想见任何人 或许 他早就猜到我们会来找他 才故意闭门不见 若这个时候我们强行闯入 肯定很难和他平静交谈 只会适得其反 刺猬长老都明白这个道理 却很难接受苏绝尘如此高傲的姿态 仍有些愤愤不平 那怎么办 只能听之认知 若是他去了上清神殿 就把三山堂抛在一边了怎么办 岂不是辜负了我们的栽培和提息 第四1592章上清逆境 四位长老和副堂主站在房间门口 由于权衡了一阵 最终还是决定离去 这是副堂主拿定的主意 理由也很简单 若他们不找苏绝尘谈话 苏绝尘还有可能为三山堂争光 效力 如果他们擅自闯入苏绝尘的房间 去跟苏绝尘谈话 以苏绝尘的性格 并会心生反感 极有可能在抵达上清神殿之后 铺离三山堂的掌管和束缚 到那时候 三山堂不仅要失去一位顶尖强者 还会多一个对手 为了保险起见 副堂主还是决定放弃找苏绝尘谈话 就算堂主有命 他也要等神剑抵达上清神殿之后 再去试探苏绝尘的反应和态度 四位长老心有不甘 总觉得丢了脸面 失了威严 但父堂主已经做出决定 他们也不可能违背 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不过 他们心里留下了芥蒂 对苏绝尘的观感下降了许多 时间无声地流逝 不知不觉 一个月过去了 神剑跨过十几个分堂 终于抵达了上清神殿的总部 上清秘境 这座秘境也是一处一度空间 自远古时代就一直存在 内部空间非常广阔 方圆及百万里的上清秘境 蕴含着无比丰厚的天地神力和修炼资源 可以容纳十亿生灵 换句话说 上清神殿麾下的七十四处分堂 隶属的所有子民和百姓们 都住进上清秘境也没问题 在进入上清秘境之前 既天行通过苏绝尘的记忆 就对这座秘境有所了解 他很清楚 上清秘境中有近三十万荒族子民 基本都是神君和神王强者 秘境内的各种天才地宝 矿藏资源 丰厚到害人的程度 足够三十万荒族强者们一直使用 因为 上清秘境自成天地 那些修炼资源会不断再生 如果有朝一日 上清神殿遭到强敌围攻 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还能归缩在上清秘境中苟延残喘 他们只需关闭上清秘境 全力以赴的防守 便能在秘境中永远生存下去 当然了 这个只是假设的情况 只有另外三家神殿联手围攻上清神殿 才能使其归缩在秘境中防守 而目前起源新一派太平 另外三家神殿没有理由联手对付上清神殿 上清秘境的入口 位于茫茫山外与丛林的深处 在一座深不见底的大峡谷中 大峡谷的四周都是崇山峻岭和悬崖峭壁 谷中常年被云雾笼罩 隐隐绰绰看不真切 当三山堂的神剑抵达大峡谷时 峡谷上空已经有好几艘神剑在等候了 和三山堂的情况一样 那几艘神剑来自不同的分堂 都载着一百名精锐神王 他们也是今天抵达上清秘境 但秘境常年处于封闭状态 每次开启出入口的大阵都有些繁琐 因此 上清神殿早就通知了各处分堂 秘境入口的大阵每三天开启一次 各处分堂的神剑抵达秘境之后 往往都要等待一两天 再一起进入上清秘境 三山堂的神剑也悬浮在峡谷上空 耐心地等待着 负责操纵神剑的十几名神王强者们 连续施法了一个月 早就新神倦怠了 如今父堂主接过神剑的控制权 他们终于能修养调习了 与此同时 神剑里的上百名精锐神王门 也纷纷结束修养调习 都在房间里等待着 有一部分神王强者们 之前在擂台大笔上受了伤 或是实力有所损耗 通过这一个月的休养调习 他们的伤势都痊愈了 实力状态也恢复了 众人待在神剑内 都在默默打量周围的情况 观察其他分堂的神剑 每个人都满腔疑惑 暗自揣谋着 上清神殿到底要做什么 与此同时 既天行也离开扭曲时空 结束了长达四年多的闭关 虽然 通过这次闭关 他依然没有凝聚出第三条道运 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变化 但他的实力 确实真的提升了几分 当然 这点提升并不明显 哪怕是通过施展搏杀 也很难展现出来 既天行并不着急 他深知神帝强者想提升实力 是何等艰难 像他到了这个境界 还能有如此明显的提升 如此快速的成长 绝对是天下无双的 通过这四年多的闭关修炼 他对于凝聚第三条道运 也更有把握了 至于何时能达成三条道运 他心中也有了答案 最快二十年后 最慢五十年之内 他绝对能做到 第二天 大峡谷的上空又来了两艘神剑 那是另外两处分堂的神剑 同样是副堂主和几个长老领队 带着一百名精锐神王门 总共六艘神剑 都悬浮在峡谷上空 默默地等待着 虽然 大家都能通过各艘神剑的挥迹 辨认出该神剑属于拿杵粪堂 但六艘神剑都很安静 沉默 彼此之间既不打招呼 也不交流 直到第三天的清晨 上清逆境入口的大阵开启了 迷雾笼罩的大峡谷中 终于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光门 刷 那高达百丈的宽阔光门里 走出了两对高大鹦鹉的身影 全都是披甲直剑的护卫 总共18名护卫走出光门 在峡谷上空站定 紧接着 一名身穿紫袍的中年男子 从光门里飞了出来 他面容肃穆 神态威严 目光扫过峡谷上空的六艘神剑 面无表情 并拿出了一块欲解 从此人的实力境界 衣着和领口的灰迹来看 他应该是上清神殿的一名执事 不用这位执事开口呼喊 六艘神剑的领头人 纷纷飞出神剑 去向紫袍执事恭敬行礼 武清堂副堂主 拜见执事大人 三山堂副堂主 拜见执事大人 玉柳堂 六位领队的副堂主们 依次向紫袍执事行礼 自报身份和来历 紫袍执事微微汉手还礼 开始询问各位副堂主的情况 几位副堂主都如实禀报 称他们按照规定的时间 如其送来了一百名精锐神王 六处分堂都按时完成了任务 并无任何差错 紫袍执事点点头表示满意 在预检中登记了六条资讯后 挥手示意众人进入上清秘境 第四1593章第六座神宫 六艘神剑陆续穿过光门 进入上清秘境 广阔无垠的秘境中 光明而温暖 众人头顶是蓝天白云 脚下是连绵青山 草原和森林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五彩光云 偶尔一阵微风关来 还会带着细腻的五彩雨点 洒落在大地上 那是天地神力太过浓郁 已经凝结成水雾了 经常都会下雨 滋润着山川万物 诞生出无数天才地宝 六艘神剑依次飞过天空 沿途所见 山川与丛林草原上 遍布五彩鲜艳的神花神果 更有许多外形神菌的神鸟神兽 在虫山菌岭间出没 或是从高天上飞过 尤其是那些被丛林覆盖的山脉 若是用神式仔细探查 便会发现内部蕴藏着一座又一座矿脉 能产出各种珍贵的神石和神经 好一座安宁祥和的秘境 当真是神道修炼者的圣地与理想像 祭天行和其他人一样 安静地待在房间里 默默观察上清秘境 记下周围的地形 紫袍只是带着六艘神剑 在天空中飞行了近半个时辰 才抵达秘境深处 在秘境的中心位置 有一片方圆几万里的山脉 这片山脉有五座高达万丈的飓风 维而壮观到极点 这里是整个秘境 所有山脉的发源地 也是秘境的核心中枢 天地神力最浓郁的地方 五座飓风都被五彩云雾包裹着 犹如五彩祥云中的室外仙境一般 山峰之巅 建造了许多高大宏伟的宫殿和宅院 众人都能明显看到 每座雄伟壮阔的神宫四周 都有大批身穿金甲 赢甲的护卫们把守着 毫无疑问 那五座飓风就是上清神殿的权力中心 也是五位店主的住处所在 总共有四万多名护卫和神王强者们 居住在五座山峰上 那些人都是上清神殿的中流砥柱 中间力量 至于另外三十万荒族子民 则分散在五座飓风的四周 他们散落在方圆百万里的区域 组建成一座座城镇和村落 安宁地生活修炼 总之 众人抵达上清秘境之后的建文 都大致相同 这是个安宁祥和的室外秘境 哪怕与室隔绝 也能永远存续下去 正是如此 才让众人都感到疑惑不解 上清神殿如此和平安稳 为何突然召集七十四处分堂 挑选七千四百名精锐神王 紫袍只是带着六艘神剑 在离五座飓风不远处停了下来 在一座三千丈的山峰之巅 有几座宽阔典雅的宅院 六艘神剑降落在山巅 被几位副堂主们收了起来 六位副堂主和众多长老们 带领各自麾下的一百名精锐神王 分别住进各座宅院 目前还有三十多个分堂的人没有到齐 你们先住在这里随时等候几位店主的命令即可 若是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本座 紫袍只是给六位副堂主留下了传讯预解 叮嘱几句之后便转身离去了 随后六百多位神王抢者们陆续进入几座宅院 分配好住处以后便耐心地等待消息 很多神王都市第一次来到上清秘境 对此感到陌生和拘谨 对威严莫测的店主感到敬畏 他们老老实实地待在宅院中 默默运功调席并耐心等待消息 但是像继天行这样胆大妄为的人 却是不在少数 至少有四十多个神王抢者们 不安分地待在房间里休息 纷纷溜出宅院到处闲逛和观赏风景 继天行也在这群人中 十分低调丝毫不起眼 悄然离开宅院之后 他和其他人一样 看似漫无目的 在上亲密境中闲逛 但实际上 他正从各个角度观察那五座飓风 探索飓风周围的情况 同时 他的神识也暗中扩散开来 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 集结汇总一些有用的消息 整整两天的时间里 几天行围着五座飓风转了好几圈 他不仅弄清楚了五座飓风的构造 彼此间的关联 还判破了好几重组和大阵 就连各座飓风上的神宫和宅院等建筑 他也掌握得很清楚 通过那些神宫和宅院的布置 以及护卫人数的多寡 再加上他暗中听到的许多杂乱消息 他已经能分辨出 每座飓风上居住着哪位店主 接下来 他若想进一步了解五位员店主的情况 就只能登上那五座飓风了 但紫袍只是曾再三叮嘱过 那五座飓风是上亲密境的境地 没有相应的身份权杖 没有得到五位店主的召见 绝不允许擅自闯入 否则将遭到延场 寄天行暗耐着好奇之心 暂时不潜入那五座飓风 他开始施展各种手段 想方设法地打听 与修罗神帝可能有关的消息 然而 这件事非常困难 即使他猜测修罗神帝可能与上青神殿联盟了 但这种是属于顶级的机密 恐怕 除了上青神殿的掌权者之外 绝大多数护卫和子民们都不知情 但既天行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 一点一点寻找线索 果不其然 三天之后 五店主麾下的护卫统领和几名心腹 在神宫附近巡逻时 偶然间交谈了几句 既天行在万里之外闲逛 却是用神通秘法听到了一些内容 虽然 那名护卫统领和几名心腹交谈的言语很模糊 也很隐晦 但既天行还是能分析出来 上青神殿之前召集了一批工匠 似乎想在五座飓风的附近 再建造第六座飓风 据说 建造那座飓风之后 还要在山巅大兴土木 建造辉煌奢华的神宫和宅院 规格不能低于另外五座飓风 但是后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几位店主又取消了这个计划 这是既天行分析出来的内容 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算是一个八卦 一个小道消息 只能当作谈资 但既天行听完之后 却是心中一动 隐约猜到了什么 他正打算悄然接近五店主的飓风 继续监视那个护卫统领 看他还会透露出什么秘密 但这个时候 三山堂的两位长老找到了他 称赋堂主召见他 有非常重要的事和他谈 第4594章表态 被两位长老盯着 既天行也不可能继续监视那个护卫统领 以免两位长老起疑心 他目前的身份 还是三山堂的精锐神王 既然副堂主有要事召集 他只能听命前往 不多时 他便回到三山堂居住的宅院 在书房中见到了副堂主 原本 他以为副堂主会召集众多精锐神王 给大家吩咐一些事情 或者下达什么命令 没想到 书房里除了副堂主和四位长老之外 就只有他一个人 见面行礼之后 既天行环顾四周 不禁皱了皱眉头 乘声问道 不知副堂主单独召见我 是有什么要事 副堂主一手眼嘴 洋装咳嗽了两下 才故作严肃地说道 苏绝尘 你也是聪明人 本座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咱们就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如何 既天行没有接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副堂主 副堂主只当他是默认了 又接着说道 以前你在三山城住过很多年 万年之前发生的事 本座只是有所耳闻 这一次你回到三山城 也算是报仇血恨了 本座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 即使三山城给你留下了 什么不好的回忆 那也是你与五大世家的私人恩怨 三山堂依旧是公平公正的 三山城依然是你的故乡和家园 不是吗 既天行就没想了一下 便明白了副堂主的意思 面无表情的道 副堂主想说什么不妨只说 不必这般暗示 副堂主也就起了眉头 心中嘀咕着 这家伙什么意思 本座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他应该懂本座的意思了吧 见济天行还是神色平静地望着他 他也只能用最直白的话说道 本座的意思很简单 希望你记住自己的身份和来历 理生于三山城 长于三山城 今日能来到上清神殿的总部 也是以三山唐子民的身份而来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 你能走到哪一步 本座都希望你能把三山唐放在心里 当然了 三山唐也会是你坚实的后盾 会在你有需要的时候 给予相应的帮助 现在 你明白本座的意思了吧 纪天行当然明白副堂主的意思 只是不主动表态 等着副堂主说出这番话来 才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嗯 看到纪天行的反应如此冷淡 只是嗯了一声 显得有些敷衍 副堂主心中有些不悦 刺猬长老也皱起了眉头 眼神复杂地盯着纪天行 在他们看来 若是纪天行够事项 这个时候就应该主动表态 宣称会忠于三山唐 永远不忘三山唐子民的身份 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纪天行压根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而且 不久之后 当他付出行动 做出某些事情之时 副堂主一定会为刚才那番话感到后悔 众人都陷入了沉默 书房中十分安静 气氛也有些尴尬 济天行见副堂主的面色冰冷 心情不悦 便主动说道 若是副堂主没有其他的事 那我就先告退了 见他急于离去 四位长老再也忍不住了 纷纷开口训斥劝说 苏绝尘 副堂主都说得如此明白了 你怎么也得表个态吧 苏绝尘 你能有今日之成就 很大程度上还是仰仗三山唐的培养 你可不能忘本 不管接下来要执行什么任务 我们都希望你能全力以赴 为三山唐争光 你的前途不可限量 但以你这种处事方式 很难有大的进步 所以你需要三山唐的支援和帮助 四位长老本就对苏绝尘的傲慢很不满 因此说话比父堂主更直白 纪天行知道这几个家伙在担心什么 当然 这五个家伙代表的是三山唐主 他若是不明确表态 只怕这五人和三山唐主都不放心 还会再纠缠 为了接下来几天能耳根清静 纪天行也只能正色说道 请诸位放心 也请你们转告唐主大人 我苏绝尘永远都是三山唐的子民 不会有任何异心 说完之后 他向五人拱了拱手 转身离去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也就心满意足 不再阻拦纪天行 待纪天行走了之后 四位长老明显松了口气 副堂主也拿出传讯预解 连忙向三山唐主汇报 他们已经完成任务 苏绝尘已经明确表态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纪天行继续在五座飓风四周闲逛 暗中探听消息 之前还有许多耐不住寂寞的神王门 和他一样在四周闲逛 但逛了几圈之后 那些神王门便向更远的地方探索 在秘境中探险游玩 顺带采集修炼资源去了 以至于 像纪天行这样围着五座飓风转悠的人很少 颇为显眼 好在他明确表态之后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就不再关注他了 即使他好几天都不在住处 在外面随便逛游 也没人去过问 只可惜 五位店主麾下的护卫 将领们 可能知道的消息太少 又或者是守口如瓶 保守秘密 既天行连续探查了五天 也未能再调查到有用的线索和消息 等到第六天的时候 74家分堂的人几乎都到齐了 这时 几位神殿执师赶往各座山峰 向各处分堂传达命令 两天后举行精英选拔大比 很早之前 上清神殿就宣布了大比的章程 各处分堂先挑选100名精锐神王 到上清密境中集合 7400名精锐神王再进行比斗 选出最精锐的3000神王 只有那3000名精锐神王才能跟随几位店主和长老们 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因此 7400名精锐神王们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临近大比之前 五座飓风的守备变得更加森严 周围巡逻的护卫人数也增加了一倍 为了不引起注意和怀疑 既天行只能回到住处 老老实实地在房间里打坐修炼 虽然他目前还未能调查到确切的消息 但他已经有四五成的把握 证明上清神殿的异动 可能与修罗神帝有关 他必须进入前3000名 才能进入五座飓风 接触到那些店主和长老们 才有机会深入调查线索 第4595章大比 74处分堂的精锐神王们 经过两天的准备之后 于第三天清晨集结了 集合的地点 位于第五座飓风之巅 那是武殿主的住处 方圆百里的山巅上 有一座万丈方圆的广场 早在一个月前 那座广场就被特殊改造过 布下了强悍的地级神阵 当各处分堂的精锐神王们 抵达广场后 便看到广场四周 有上千名护卫把守着 还有六名巅峰神王静的长老 正站在广场上空 神色威严帝下达命令 几十个分堂的队伍 都按照几位长老的命令 分别站在不同的方位 七千多人聚集在这座广场上 还分成了七十四支队伍 若不对其进行排列和管束 很容易造成混乱 不出两课中 七十四处分堂的人 全部到齐 也在广场周围排列整齐了 这时 重要人物才出现在广场上 那是两位气息强大 细是威严的地级强者 其中一人身材瘦血 满头白发 气息阴冷而凌厉 这便是上清神殿的五殿主 被称之为白狼神帝 另外一人穿着留金神袍 头戴神冠 宽阔的国字脸上 长着落腮胡子和浓浓的眉毛 显得十分稳重威严 这位荒族中年男子 便是上清神殿的四殿主 今天的精英选拔大比 由两位店主亲自坐镇监督 六位长老来主持和执行 当两位店主抵达广场上空时 所有人都整齐划衣地弯腰行礼 对绝大多数神王来说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亲眼 见到神帝静的强者 能近距离感受到 神帝强者的威严和风采 他们的心情十分激动 双目中充满了兴奋和崇拜 既天行待在三山堂的队伍中 神色平静 表现得十分低调 毕竟 他是夺舍了苏绝成的神区 以苏绝成的身份出现 他有绝对的把握 能让所有神王 包括巅峰神王在内 都察觉不到端倪 但是 在神帝静的强者面前 他还是要低调隐藏 否则 两位店主注意到他之后 若是仔细观察和研究 难保不会看出问题来 接下来 两位店主先讲开场词 阐述此次精英选拔大笔的重要性 神圣性 并激励所有神王们全力以赴 发挥出最佳水准 随后 又有两位长老宣布精英选拔大笔的规则和章程 事实上 选拔的模式和各处分堂举行的大笔差不多 就连规矩也是没什么出入 简单点说 还是7400名精锐神王们抽签决定对手 在广场上全力拼斗 在不闹出人命的情况下 任何伤残情况都是允许的 若有谁被击退到广场边缘 碰触到地级防御大阵 就算是输了 很快 六位长老就开始为7400名神王们抽签决定对手 刷刷刷 两位长老徽长打出漫天神光 在高天上急速飞舞旋转 每一道神光 其中都有一块玉碱 写着一位神王的名字和来历 待7400道神光混合在一起 完全打乱顺序之后 另外四名长老开始抽签 他们每次抽取两块玉碱 并当众念出玉碱里的名字 被念到名字的两个神王 就是即将登台比斗的对手 当然 几位长老也会把抽签结果记录下来 虽然几位原长老的速度很快 效率很高 但参加大比的人数太多 仅仅是抽签这一项 就耗费了两个时辰 抽签结果全部出来之后 大比就正式开始了 最先登台的两名精锐神王 一个是神王近七重的实力 来自于清远堂 另一个是神王近八重的实力 来自于顺平堂 当这两位神王在广场上厮杀时 所有人都站在广场四周 静静地观战 这场比斗谈不上多么精彩 因为结果是注定的 无论清远堂那位神王多么努力 也注定不可能打赢对手 毕竟 双方相差一众境界 又都是精锐强者 很难有人越级挑战成功 两课中之后 清远堂的神王伤痕累累 被击退到广场边缘 狠狠撞在防御大战上 只能宣布落败 对于这个结果 清远堂只能自认倒霉 落败的神王强者 也是信信地离场 神色黯然 赢得胜利的八重进神王 也是神色淡然 并无半点激动和兴奋之意 第一场比斗结束了 这也让众人意识到 想要成为前3000名精锐神王 不仅要有强悍的实力手段 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接下来的一整天里 一对又一对神王强者登台 在广场上厮杀大战 所有参赛的神王都是精锐 实力最差也是神王近六众 最强者有神王近九重 而绝大多数情况下 神王近六众都是被淘汰的 能赢得胜利 有机会进入前3000名的 都是上位神王 大多数时候 两名神王在广场上比斗 周围观战的数千人 都是神色平静且沉默的 只有神王近八重 九重的强者们 在比斗中展现出 特殊的天赋神通与手段 或者打得格外精彩时 才能赢得众人的掌声与喝彩 六位神殿长老和两位原殿主 也是全城观战 他们站在广场上空 居高临下的俯视全场 确保比斗的公平公正 不出现意外情况 当他们看到某些八重 九重镜的神王 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和手段时 才会露出欣赏的神色 或者低声议论几句 第一天结束了 只有300多对神王参加了大比 落败者都被淘汰了 不过 即使被淘汰了 那300多个神王也没有离场 他们选择留在广场周边观战 这次大比 可以说是上清神殿麾下 水准最高的一场比斗 万年难得一见 多看一看其他神王的实战和比拼 对提升实力和战斗经验 是有极大帮助的 第二天 又有300多对神王参加大比 第三天 情况还是一样 直到第五天的时候 才轮到季天行登场 他的运气不错 对手是一名七重进的上位神王 当他登台之后 无数人看出他神王进八重的实力 便不再过多的关注 因为 结果是没什么悬念的 他肯定能获胜 这也正是季天行想要的效果 他只需中规中矩的施法战斗 与对手比拼了几十招 便将对方打败 第4596章期待 在三山城的时候 季天行以绝对强悍的实力 强势秒杀对手 那是为了立威 为了给苏绝臣证明 洗刷耻辱 但现在不同了 在上清神殿的总部 在几位殿主的眼皮子底下 他不能再高调惹眼 表现出神王进八重的实力 中规中矩的击败对手 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四店主和五店主 还有那六位长老 都没有对他投入什么关注 就是最佳的证明 待他击败对手 离开广场之后 下一对神王迅速上场 又开始了比斗 事情显得波澜不惊 没有任何惊喜 甚至 绝大多数人连苏绝臣 这个名字都不会记得 只有三山堂的副堂主 和四位长老 暗自皱了皱眉头 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劲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 向季天行提出质疑 而是暗中传音议论着 素觉臣是怎么回事 他刚才的表现 实在是中规中矩 毫无亮点啊 以他的实力 对付七重镜的神王 应该是一招秒杀才对啊 之前在三山城的时候 他都是一招击败对手 哪怕被五个神王围攻 也是两招就解决了 在三山城表现得那么耀眼 怎么今天如此平淡无奇 难道他胆怯了 不敢当众出风头 也可能是他秉性稳重了 先试探一下情况 节约力量 毕竟 好戏还在后面 其中一位长老 提出了这个猜想 倒是赢得众人的一致认同 大家都猜想着 在后面的比斗中 苏觉臣才会全力以赴 发挥出亮眼的表现 等到那个时候 才是苏觉臣为三山城争光的时刻 于是 他们不再议论此事 继续默默地观战 第一轮大笔持续了整整十天才结束 7400名精英神王 分成了3700队 逐一登场比拼 最终 第一轮大笔结束之后 一半的精锐神王被淘汰了 这3700名神王的心情最是复杂 既感到遗憾 还有些惭愧 他们好不容易从各处分堂杀出来 满怀信心和期待地来到上清神殿 结果 第一轮大笔就把他们淘汰了 他们成了其他人的陪衬 只能看着晋级的3700名神王们 继续搅筑钱3000的名额 那种羡慕嫉妒恨的心情 几乎都快写满脸上了 第一轮大笔结束后 几位神殿长老们宣布 所有人员地休息一天 尤其是那3700名胜出的神王们 丝毫不敢耽误时间 连忙运功调席 恢复神力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精英 自律性和素质都非常高 在全场休息的一整天里 广场四周十分安静 7000多人都保持沉默 大多数都在打坐调席 即使很多人要议论 讨论什么 都是暗中传音交流 不会发出声音 次殿主 五殿主和六位神殿长老们 也坐在广场上空闭幕养神 前来无事可做 两位殿主和六位长老 还会暗中观察那3700名胜出的神王们 他们在默默分辨 推测那700名神王最终会被淘汰 这3700名神王 全部都是上位神王 以七重镜和八重镜的最多 九重镜的最少 至于那些六重镜的神王 无一例外都在第一轮大笔中落败了 而两位殿主和六位长老在观察的时候 更多的注意力 都放在那些神王镜七重和九重的强者身上 九重镜的强者 是毫无疑问会晋级的 八重镜的神王们 也基本没什么问题 最后被淘汰的700人 还是集中在七重镜的神王里面 如此 既天行又成了默默无闻 丝毫不起眼的那一批 并未受到两位殿主和几位长老的关注 不知不觉 一天时间过去了 新的一天来临之际 第二轮大笔也正式开始 规矩照旧 还是由几位长老抽签 3700名神王强者们 将要捉对比斗 刷刷刷 两位长老挥手打出3700块预解 化作漫天神光 在高天上交织混合 片刻后 四位长老依次抽出一对又一对预解 当场宣布预解中的名字 抽签是随机的 导致结果有时令人啼笑皆非 大多数神王的对手 都是其他分堂的 但也有一些比较倒霉的神王 抽到的对手 是自家分堂的同胞 往往抽出这种结果时 该分堂的副堂主和长老们 就是一脸蛋疼的表情 四个时辰之后 抽签结果全部公布了 1850对神王们 也将依次登台比斗 既天行排在了1100多位 又要等几天时间才能登台 于是 他就和众多神王们一样 并不关注广场上的比斗情况 专心地打坐调席 砰砰砰 砰隆隆 一队又一队神王强者 在广场上打的神光蹦践 巨响震天 而广场四周 3000多名神王们 专心置之地打坐调席 努力调整到最佳状态 第一天比斗结束后 近600名神王经过比斗和角逐 有300名神王顺利晋级 第二天比斗 又是600多名神王登台比斗 一半的人晋级 一半的人淘汰 但凡赢得第二轮比斗 顺利晋级的神王们 都可以排进前1850名 也就是说 赢得这轮比斗的神王 已经成功跻身于前3000名 获得了胜利 而那些落败的神王们 还要再经过几次比斗 去争抢仅剩的1150个名额 如此一来 赢得第二轮大比的神王们 个个都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心中大定 再无任何担忧和顾虑 而那些落败的神王们 则是神情凝重 内心绷着一股静 广场四周的气氛 开始变得沉重和肃穆了 第三天的傍晚 终于轮到祭天行登台了 他的对手 也是一名神王 近八重的荒族中年男子 来自某个陌生的分堂 当他俩进入广场时 绝大多数人都兴趣缺缺 不想关注 只有三山堂的长老和副堂主 才会关注祭天行的表现 在他们想来 这一战对苏绝臣而言 是能否进入前3000名的 关键之战 若是能打得足够精彩 也是当众扬名 大出风头的好时机 他们内心十分期待 相信苏绝臣一定会大放一彩 第4597章排位战 三山堂的副堂主和四位长老 都满怀信心 十分期待 然而 当即天行和对手在广场上开战后 场面却让他们有些失望 倒不是说两人不认真打 也不是打得不精彩 只是 他俩都是神王近八重的实力 也都发挥出了这个境界该有的实力和水准 双方交手时 施展的神通绝技和手段 也十分绚烂精彩 但是 不能带给人什么惊喜 即天行的对手 哪怕在全力以赴 再怎么奋不顾身 也只能发挥到八重镜巅峰的水准 而即天行的战斗力 在副堂主和四位长老的预想中 是超过九重镜神王 堪比巅峰神王的存在 按理说 他应该当着所有人的面 一招秒杀对手才行 如此才能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才能让所有人记住三山堂 让两位店主和几位神殿长老们看见 三山堂出了位妖孽 偏偏事情并非如此 既天行与对手激烈拼斗了四十多招 才有惊无险的击退对手 使其撞在广场边缘的防御大阵上 当场落败 总的来看 比斗过程平淡无奇 结果也没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就连几位神殿长老宣布比斗结果时 也是一脸淡然之色 语气古井不波 这正是既天行想要的效果 他获胜之后 表情平静地离开广场 回到队伍中打坐调席 周围有几个神王来跟他套近乎 对他获胜表示恭喜 他却视而不见 没什么反应 更别提回应了 那几个同样来自三山城的神王们都有些尴尬 但并不休闹 因为大家都知道 苏绝成本来就是这种脾性 否则也不会得罪五大世家 遭到排挤和打压 如今 苏绝成又是三山城的一百名神王里 实力最强 天赋最高的一个 他比以前更加冷漠孤傲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不过 既天行不理会众人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暗中商议了一下 还是主动传音来询问了 苏绝成 你今天的表现 和以往完全不同啊 副堂主说话比较直接 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进入正题 好在他说话还算讲究方式 要是换四位元长老来说 肯定会直接质问苏绝成 为何不一招秒了对手 既天行睁开双眼 披了副堂主一眼 与其平静地达道 能打败对手 赢得胜利就可以了 过程重要吗 副堂主皱了皱眉头 反驳道 话是这么说 但你像之前那样 以最快的速度击败对手 不是更能震撼人心吗 这可是万年不遇的绝佳机会 能在数千名精锐神王的面前 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和手段 若你表现得足够亮眼 还能获得两位殿主 和四位神殿长老的青睐 难道你就不动心吗 既天行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却是无动于衷 传音达道 之前在三山城 我的对手都是废物 当然要速战速决 可今天来参战的 都是神殿麾下最精锐的神王 岂能大意轻敌 再者 我们赢得胜利 进入前三千名之后 很可能还有排位之战 接下来还有很多场比斗 保存实力 节约力量才是明智之举 不是吗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都愣了一下 面面相去 照记天行这么说 他现在是节约体力 想在接下来的排位之战中 发挥出更强的战斗力 也就是说 他的目标不是进入前三千 而是前一千 前一百 甚至是前十 如果他真的能进入前十名 那才是赢得所有人的关注和尊敬 为三山城争光 念及于此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才释然 心中的疑惑都消散了 副堂主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对记天行勉励道 好 苏绝尘 既然你有如此目标和计划 本座十分欣慰 若是稍后真有排位之战 本座希望你能全力以赴 力争进入前十 甚至是前三 如果你能为三山城赢得荣誉 本座定会重重嘉奖你 既天行没有接话 只是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并继续打坐修炼 副堂主的心情大好 也不再打扰他 六天时间过去了 第二轮比斗终于结束 1850对神王抢者们 经过角逐和拼斗 分出了胜负 获胜的1850个神王们 已经进入前3000名 暂时得以休息的机会 接下来 失落败的1850个神王们 继续抽签比斗 去争夺空缺的1150个名额 几位神殿长老 又开始给这些神王们抽签 其中有20多个神王 因为伤势太重 主动弃权 不再参加比斗 剩下的神王们 很快就被抽签决定了对手 第三轮比斗很快就开始了 一队又一队神王抢者 依次进入广场拼斗 这一战 是决定他们能否抢到 剩余名额的关键之战 所有人都全力以赴 很多神王也不再藏着 纷纷使出了压箱底的底牌绝技 以至于 第三轮比斗中 涌现出了很多精彩的对决 甚至还有十几个神王抢者 上演了以弱胜强绝地翻盘的精彩大戏 有悬念 惊险刺激的比斗 总算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就连两位店主和六位神店长老 也看得津津有味 时不时地还点评几句 三天时间一晃而过 第三轮比斗结束 1800多名神王抢者们 经过激烈的角逐厮杀 分出了胜负 其中910名神王获胜 成功夺得了名额 跻身于前3000名 而3000名额还剩下240个 落败的910名神王抢者 还要再进行抽签比斗 去争夺为数不多的名额 到了这个地步 比斗已经显得有些残酷 竞争非常激烈 哪怕参战的神王抢者们 都带着或轻或重的伤 实力都或多或少的有些下滑 他们还是会全力以赴 就这样 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 广场上的比斗 不像之前那么精彩和激烈 却更让人揪心 又经过三轮的比斗 耗费了8天时间 最终的结果才出现 910个神王抢者 总算决胜出240人 夺得了最后的名额 前三千名精锐神王 名额终于确定了 第4598章失策了 被淘汰的神王抢者们 都是心情沮丧 情绪低落 他们万里迢迢来到上清密境 却成了陪衬 几天后就要离开 返回各自的家乡 至于那胜出的三千名神王们 接下来要面对什么 又会有什么机遇 他们都看不到了 除了羡慕也就只剩嫉妒恨了 获胜的三千名神王们 固然是情绪激动 满腔自豪和期待 但很多人都受了不清的伤 没办法再继续战斗 他们不得不担心 接下来还有排位之战的话 凭他们现在的状态 基本能确定是垫底了 每个神王都有争强好胜之心 也都想获得更高的排名 引起殿主和神殿长老的注意 为各自的分堂争光夺彩 因此三千名神王强者们 都不敢耽误时间 都在争分夺秒的打坐调席 服用神丹妙药 快速恢复神力 眼看着三千名额确定之后 两位店主和六位长老飞上高天 又要做总结讲话 众人都以为两位店主会宣布 精英选拔大笔会继续进行 获胜的三千名精英神王们 将继续抽签决定对手 进行排位之战 甚至 待排位战结束之后 神殿还会根据排名 发放丰厚的奖励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 事情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两位店主当场宣布 精英选拔大笔到此结束了 令三千精英神王们返回住处 尽快修养调席 一个月之后 他们会再次下令 召集三千精英神王 去执行一项任务 至于任务的具体内容 执行的地点 暂时还不能透露 众人只需要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安心地修炼和疗伤 尽快恢复到巅峰状态就行了 讲完这些话之后 两位店主和六位神殿长老 就转身离开了 而广场上的数千名神王们 几十处分堂的堂主和长老们 全都傻眼了 满腔恶然 怎么会这样 这就结束了 不是还有排位之战吗 只决胜出前三千名就结束了 难道不应该继续比赛 排列出前百名 前十名吗 唉 竟然不举行排位之战 害我白紧张好几天 是啊 早知道不举行排位之战 我刚才就不会服用神报单 强行提升两倍战斗力 现在倒好 我珍藏多年的神单 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原本还以为能看到更精彩的排位战呢 真是白期待了 众多神王强者们回过神了 纷纷议论起来 情绪都有些失望 还有很多人疑惑不解 尤其是三山堂的副堂主和四位长老们 更是心情郁闷 脸色难堪 他们正面面向去 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搞什么 竟然不举行排位战了 选拔大笔开始的时候 两位店主也没说过要举行排位之战 所以 大笔到此结束 也算是理所当然吧 如果不进行排名战 通过笔斗选出最精锐的神王 那这场精英选拔大笔的意义何在 是啊 距离上次神殿举行精英大笔 已经过去一万年了 就应该借这次大笔 给年轻神王们一个表现的机会 神殿也可以通过排名战 挖掘出最有潜力的神王 以前的几次精英大笔 的确是这么做的 所以大家都以为这次大笔也是一样 没想到我们都猜错了 这次神殿不打算举行排位战 也不准备挖掘最有潜力的神王进行培养 他们只是为了选出三千名精锐神王 去执行一项任务而已 失策了 我们都失策了啊 早知道不举行排位战 我们就不能让苏绝成隐藏实力 是啊 原本还想着让他保存实力 等到排位战的时候再一鸣惊人 没想到完全没有表现的机会了 算了 是已至此 也只能服从命令了 嗯 不只是我们没料到这个结果 其他分堂的情况也是一样 你们看 那些分堂也藏了杀手锏和底牌 准备在排位战上大放一踩 结果都没机会了 算了 先回住处再说吧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传音议论了一阵 看到各处分堂的神王们都是满腔恶然 以副始料未及 抱悔不已的模样 他们心里也平衡了许多 即使三山堂失策了 没有表现的机会 其他分堂也是一样出不了风头 随后 各处分堂的神王们 陆续离开殿前广场 回到各座山峰的展院中 热闹喧嚣了很多天的飓风 终于恢复了安静 每处分堂的一百名神王们 回到住处之后 开始打坐调席和治疗伤势 副堂主和四位长老统计了一下 三山堂此次的表现不算太好 来参加精英大比的一百名精锐神王 只有三十多人进入前三千名 另外六十多名神王都惨遭淘汰 按照两位店主之前所说的规矩 那六十多个神王修养调席半个月后 就得离开上清秘境 返回三山堂 副堂主已经决定了 到时候派两名长老护送那些神王们 返回三山堂 他和两位长老留下来 陪三十多名精锐神王们 参加一个月之后的任务 其他各处分堂的情况 都跟三山堂差不多 大同小异 大多数分堂的一百名神王 都是一半的人被淘汰 另一半进去前三千名 只有那些失利抵运较强的分堂 才会有五十多人 六十多人进入前三千名 随着时间流逝 一天又一天过去 七天之后 陆续有一些分堂的长老们 护送那些落败的神王 离开上清秘境 返回各自的家乡 再往后的每一天 都会有几个分堂的神王们离开 直到第十四天的时候 三山堂的两位长老 才带着六十多名神王离开上清秘境 半个月过去了 七十四处分堂的四千四百名神王 全部离开上清秘境 只剩三千精锐神王 和七十四名副堂主 一百多名长老们 留在上清秘境中 各座山峰也恢复了安静 众多神王们专心疗伤 恢复实力 为即将到来的任务做准备 所有人都打定主意 也谋足了劲 要在未知的神秘任务中 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在他们看来 即将执行的任务 或许就是变种的牌位之战 第四千五百九十九章 混沌海 当三千神王都专心致志的修炼 和疗伤时 既天行又悄然离开了住处 别人都是来参加大笔 执行任务 想扬名利万 得到神殿的青睐和器重 他却是来打探消息 调查线索的 之前有七千多名神王在秘境中 人多眼杂 五座飓风的防御力量 也提升了几倍 戒备森严 就是防止发生什么意外 现在精英大笔结束了 三千名精锐神王都在住处 修炼和疗伤 其余人也都离开了 各座山峰都安静了 五座飓风的戒备也随之解除 恢复正常状态 既天行终于有了机会 巧然离开住处后 开始探索调查那五座飓风 在此之前 他已经围着五座飓风观察了很多次 也调查了好几天 对于五座飓风的政法格局 巡逻和护卫情况 他也有了充足的了解 尽管如此 他还是要小心谨慎的行事 以防万一 毕竟 上清神殿的五位殿主都在秘境中 坐镇于各自的飓风之上 既天行混入各座飓风打探消息 就是在五位元殿主的眼皮子底下活动 稍有不慎就有曝露的风险 考虑再三 他决定把四殿主和五殿主的飓风 当作首要调查目标 毕竟 他已经亲眼见过四殿主和五殿主 知道这两位殿主的实力 一个神帝出境 大概凝练了三条道运 另一个是神帝中境 应该是凝练了四条道运 相比之下 这两位殿主的实力较低 发现他的几率不会太大 既天行最先潜入的 就是五殿主坐镇的飓风 之前精英选拔大笔就在这里举行 他趁着大笔的机会 把山边的所有阵法和防御都研究了一遍 胸有成竹的情况下 他很轻松就突破防御 潜入飓风之中 他保持隐身状态 藏匿了自身的气息 在飓风之巅活动 若是换一个场合 他或许会请拿一名护卫统领 对其刑讯逼供 甚至直接炼化其神魂记忆 便可得到想要的消息 但现在不行 他若是暗杀一名护卫统领 就必须将其夺舍 顶替其身份 继续在飓风上活动 如此以来 他就要放弃苏绝尘的身份 他已经引起了副堂主和两位长老 还有众多神王的注意 如果苏绝尘突然消失了 肯定会让众人起疑心 所以 祭天行只能在山巅游荡 暗中观察监视那些统领级的人物 经过三天的潜伏和观察 他从几个护卫统领的交谈中 得到了一些消息 不过 那些消息都跟建造第六座飓风和神宫有关 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直到第四天的时候 有三位长老来到飓风之巅 去面见武殿主 商议一些大事 祭天行权衡了片刻 终于下定决心 暗中跟随那三位长老 潜入神宫的深处 去监听他们和武殿主的谈话 武殿主在神宫深处的书房中 接见了三位长老 祭天行躲在书房外面 没有惊动周围的众多护卫 暗中倾听武殿主和三位长老的谈话 原本他还担心 武殿主有可能会察觉到异样 但这里世上亲密境 又是武殿主生活了两万多年的老巢 武殿主丝毫没有戒备和警惕 也想不到有人如此胆大包天 感谢听他和三位长老的谈话 因此 祭天行在书房中偷听了两个时辰 武殿主也没察觉到异常 至于书房四周 神宫深处巡逻和站岗的护卫们 都是上位神王靖的实力 更不可能发现祭天行 三位长老来找武殿主 是为了商议接下来的任务 也就是那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武殿主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大殿主亲口所言 届时由他亲自领队 三殿主 四殿主和您跟随 带着三千精锐神王们 一同前往混沌海 二殿主和八位长老留守上亲密境 另外八位长老将跟随大军一起行动 执行那项任务 武殿主 您也知道 我们加入神殿已有数万年之久 向来是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我们对于神殿的忠诚 天地可见 日月可昭 以我们的天赋和资质 大殿主早就下了断言 此生只能止步于巅峰神王了 前往混沌海 就是我们此生最后的机会 希望武殿主能帮我们劝说一下大殿主 一定要让我们跟随大军一起行动啊 很显然 三位长老是来找武殿主帮忙的 他们想让武殿主去跟大殿主说情 带上他们一起前往混沌海 祭天行把他们的话记在了心里 尤其是混沌海这三个字勾起了他最大的好奇和重视 大殿主亲自领队 只留二殿主镇守上清秘境 四位殿主带着八位长老 率领三千名精锐神王 前往混沌海 执行一项惊天动地的任务 把神秘任务和精英选拔大笔联系起来 祭天行弄轻了来龙去脉 欲发觉得这件事很诡异 混沌海是什么地方 上清神殿为何如此重视 又为何清净精锐力量 去混沌海干什么 听三位长老所说 他们一辈子止步于巅峰神王 只有前往混沌海 才有机会突破道神帝境 祭天行一边倾听武殿主和三位长老的谈话 脑海一边快速运转 分析和揣测真相 这时 只听武殿主又接着说道 三位 你们都是本座的前辈 甚至是长辈 在本座未能突破神帝境之前 你们都曾给予本座一些帮助和造福 你们放心 你们对本座的帮助和情谊 本座绝对不会忘记 但你们来找本座 就说明你们已经得到消息 知道哪八位原长老会跟随大军行动 很显然 大殿主早已做出了决定 而你们三人 就在留手上亲密尽的八个名额之中 三位长老都沉默了 无可辩驳 武殿主叹息一声 又接着说道 哎 本座是想帮你们 可是本座人为言轻 五位殿主之中 本座最年轻 排名最末 并无多少话语权 尤其是 这件事大殿主并未让我们商议 直接就做了决定 本座能有今日 全靠大殿主的栽培和提息 他既已做出决定 本座又怎能非议 本座只能答应你们 若是大殿主允许我们建议和商量 那本座一定会推荐你们 如何 第四千六百章 危险和机遇 三位长老和武殿主谈完正事 得到武殿主的承诺后 又闲聊了几句才告辞离开 直到书房里仅剩武殿主一人 既天行依旧潜伏在书房外 还想再探听一些机密 只可惜 武殿主并没有自言自语的习惯 在三位长老离开之后 他也没有发传讯 或者下达什么命令 在书房里做了一会儿 武殿主也离开书房 回密室里打坐修炼去了 既天行没办法 也只能悄然离开 在武殿主的住处 他已经打探不到更多的消息 接下来只能前往四殿主的住处 之所以冒着如此大的风险 也要继续打听消息 实在是混沌海的秘密 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 半个时辰之后 既天行进入隐身状态 藏一自身气息 找到机会潜入了四殿主居住的山峰 方圆百里的山巅 数十栋神宫和宅院坐落其上 零次结壁 周边的防御力量恢复了正常 各处岗哨和巡逻的护卫数量 也与平时相当 既天行绕过了各处明刚暗哨 躲过了几对巡逻护卫 逐步接近宫殿和宅院的深处 在此期间 他会特别留意那些护卫统领 直视级的荒族强者 看能否打听到有用的消息 只可惜 他潜伏了整整两天 几乎观察了所有护卫统领和直视 偷听到了很多消息 却没有比混沌海更深入的秘密 无奈之下 他只能暗中接近四殿主的住处 潜伏在神宫外面 默默倾听着神宫中的动静 四殿主大部分时间都在密室中修炼 只有麾下的直视和统领们汇报一些消息 他才会前往书房处理一下公务 既天行小心谨慎地潜伏着 足足等了半天时间 也只偷听到一些不痛不痒的消息 直到这天夜半三更时 两位长老忽然到访 与四殿主在书房中密谈 他才打起精神来 宽敞奢华的书房中 四殿主坐在守卫的太师椅上 神色淡然地喝着茶 眼瞼低垂 目光落在宽大的桌子上 桌上放着两个精美的礼盒 同时也是能储物的空间神器 方方正正的礼盒中 装有几份地级材料 可以用来炼丹和炼器 都是罕见的天才地宝 两位长老站在四殿主的对面 眼神热切地望着他 脸上堆满了笑容 四殿主 这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 还请您务必收下 四殿主 相信您已经猜到了我们的来意 事关我们的毕生修炼 还请您帮帮忙 替我们在大殿主面前美言几句 很显然 礼盒是两位长老送的 为了让四殿主帮他们劝说大殿主 不用质疑 这两位长老也在留手上 亲密尽的名单中 不能跟随大军前往混沌海 四殿主收回了落在礼盒上的目光 他已经看清楚礼盒中的天才地宝 且估算出了相应的价值 但他的表情古井不波 眼神依旧清澈平静 他瞥了两位长老一眼 低头喝茶的同时 声音低沉地说道 其实 你们来找本座 大可不必带什么礼物 这么多年来 你们一直支持本座 也是本座最信任的两位长老 如此重要的机会 只要能帮到你们 本座是断然不会推辞的 听到这里时 两位长老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连忙点头道谢 太好了 多谢四殿主 老夫就知道 四殿主重情重义 肯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然而 四殿主摆了摆手 又继续说道 你们不要以为事情就这么简单 本座是可以帮你们 但是 你们有没有考虑清楚 真的必须要去混沌海吗 不要只顾着那个古老传说 认为进入混沌海 就有机会成为神帝 难道你们忘了以前的教训吗 已经逝去的九位长老和上万名精锐神王 他们是如何惨死的 还需要本座再帮你们回忆一下吗 不要被那一丝渺茫的希望冲昏了头脑 前往混沌海不是观光游览 那是在拿命去赌啊 听完四殿主这番话 两位长老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神色也变得凝重了许多 不过 两位沉默了片刻之后 还是没有打消念头 信念依然坚定 四殿主 您所说的这些 我们当然知道 可是您也清楚 前几次神殿派精锐进入混沌海 那都是在冒险探索和尝试 但这一次不同 我们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那位来自星空深处的异族神帝 很可能就是我们的钥匙 没错 以前我们会行动失败 死伤那么多精锐和强者 但这一次肯定不会 我们都相信 那位异族神帝能帮我们揭开真相 为上卿神殿带来福祉 让我们都有机会突破到地境 四殿主任真帝看着两位长老 看到他们坚定的眼神 便知道他们心意已决 再无更改 他也只能默默地叹息一声 点点头道 罢了 既然你们如此执着 本座也不想再说什么 谁跟随大军前往混沌海 谁留守上亲密境 这都是大殿主做出的决定 本座会找机会 试着向大殿主推荐你们 但大殿主会不会改变主意 本座不能保证 停顿了一下之后 他又补充了两句 另外本座出于私下的交情 还是想劝你们两句 其实你们没必要如此心急 大可安心留守秘境 等待消息即可 若是我们此次任务成功了 以后还是有机会前往 而且会非常安全 听四殿主如此一说 两位长老心里就明白了 即使四殿主向大殿主求情 推荐他们俩去混沌海 恐怕也没什么希望 四殿主这么说 就相当于劝说他们 别抱太大的希望 两位长老的眼神 顿时有些暗淡了 只能躬身行礼 向四殿主告辞 待他两转身离去时 四殿主的目光落在桌上 又开口说道 把你们的东西带走 见他连礼盒都不想收下 两位长老心中更加担忧 生怕四殿主不再帮忙 因此他两连忙加快脚步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书房